男人为了女人掏心掏肺 结果女人真的掏了她的心盒肺 当然也嘎了她的腰子 刚醒来的王命发现自己躺在手术台上 而且总感觉有种莫名的空虚 可能空虚总是在过度劳累之后 但当他看到一旁带血的手术刀后 他这才发现 且的还真是自己啊 自己竟然被嘎腰子了 他想要拿到手机去报警 找回腰子重振雄风 结果因为浑身无力 一个亮枪就栽了下去 隐约间他回忆起了昏迷前的音乐 原来他不仅被嘎了腰子 看一款游戏 恍惚间他似乎看到了死去的太女 向他招手 此刻他也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了 只能启动那款名为欲望世界的游戏 下一秒他便来到了另一个地方 正是欲望世界 王命看了看自己空空如也的身体 好消息是自己还活着 坏消息是 零件真没了 就在这时一辆公交车朝他驶 随后一名黑丝美女缓缓下车 不仅身材哇塞 长相更是超级哇塞 王命急忙收回钢材的话 这顶多也就算一个黑丝女 黑丝女目不转睛地盯着王命 但他却是一点也不害怕 毕竟自己整个身体都被掏通了 现在还能失去什么 还是说 你能杀死一个死人 这么一行 王命顿时感觉自己本就空旷的胸腔又宽广半斤 随后只见黑丝女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请上车 王命本想上去看看怎么个事 但突然玩心大起 你说 少爷请上车 黑丝女瞬间当机 王命只好又重复了一点 这霸气侧漏的动物 就差亮出自己吃果果的身躯 就连一旁的路灯都看不下去 闻言的黑丝女脸上却是开始咔咔作弃 不满裂痕的脸上也开始滴血 下一秒张开血盆大口嘶吼的 请上车 王命轻蔑一笑 我一个没有器官的人 难道还会怕这 说完就是一个大逼动 直接将黑丝女打的旋转跳舞 现在对我说 少爷请上车 男人传手给了挖塞女鬼一个大逼动 竟然只因女鬼没有对他说少爷请上车 女鬼直呼自己大意了 没有闪 但面对王命的咄咄逼鬼 黑丝女都快咬碎了后槽牙 却还是忍了下来 少爷请上车 王命这才满意的走上了那辆公交车 进去的同一时间 身上的衣服竟然也焕然一新 这一刻命运的齿轮也开始转动 此时车上已经坐满了人 但是所有人都是神情恍惚 王命直接找到了一名美女旁边坐了下来 这时候了还不忘聊个妹 紧接着黑丝女也走了上来 欢迎来到欲望世界 聆听神的低语 神说 属于各位的挑战 现在开始 闻言王命撇了撇嘴 按道这货真是个神木 红一时间现实事件 某废弃工厂内 一名医生模样的男人 拎着一个箱子缓缓走出 门口停着一辆红色跑车 与一名美女 全都摘了 男人放下手中的箱子说道 我办事您放心 一样不少 女人舔了舔舌头 你做得很好 医生刚想说不客气 结果突然一只手枪便顶在了她的脑门 下一秒碰的一声 女人扣动扳机 下次可别做那么好 医生直接被抱头狗带 随后只见美女捧着箱子里的心脏 下一秒便兴奋的舔上去 我听到了 神的地狱 此时欲望世界的公交车内 黑死女开始介绍游戏规则 第一个挑战名为抛弃 再过十分钟 他们会经过一座大桥 因为年久失修 承载不了他们这么多人 届时桥体坍塌 所有人都会死 但只需要下去一个人 他们就能平安渡过那座桥 至于这个人是谁 他们可以投票决定 也可以强行驱赶 只有完成最终挑战的人 神才会实现他们的欲望 介绍完后 他们现在还剩下的时间 只有九分钟了 而下车的那个人 自然就是死了 众人惊慌不已 王命却是觉得死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手机还没格式化 不过他现在这种情况 到底是死还是没死 这时车上的一名孕妇突然说道 别让我下车 我的孩子还没出生 我不能死 有的人说自己的癌症 还有人说自己的儿子 还在重症监护室 自己不能下车 顿时车上所有人 都开始说出自己不能死的苦衷 王命都压麻呆住了 我尼玛 你们的理由都那么硬衡吗 这么看来 我要找回器官好像也不算什么 随后一名中间男人站了出来 他觉得从理性的角度出发 最先淘汰的应当是团队里的脱油品 也就是第一个开口的孕妇 文言孕妇整个人都不好了 离花带雨的就开始喊道 你们这么做还是不是人 哪知中年男却说 女人用怀孕道德绑架他们 让他们下去死 你难道就不残忍吗 这一番话下来 得到了所有人的同意与支持 纷纷开始赶孕妇下车 还美名其约为了团队着想 最终孕妇被一伙人强行推到了车门处 一旁的黑丝女此刻也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看起来像是什么目的得逞的一样 王命健壮心中已有猜测 眼看孕妇被推出车外 却被他一把拉了上来 随后开始不紧不慢地解释道 你们的逻辑 从一开始就错了 他的确说要下去一个人才能过桥 但没说过 这个人要在我们当中选了 说着还用手指了指黑丝女 健壮的黑丝女顿时急了 警告你们 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要过桥 你们再不把她扔出去就兜得死 但这让王命更加确定了心中的想法 把她扔下去 你好我好大家好 现在谁同意谁反对 众人闻言自然是全都同意 如果能让NPC下车 他们就不用杀人了 于是所有的目光 此时全都死死地盯着黑丝女 就在她被气得浑身发抖时 王命大手一挥说道 现在公主请下车 黑丝女鬼身为NPC 谁被男主一脚踹飞 原来就在刚刚 男主发现了一个秘密 上车的时候 她给了黑丝女一个大嘴巴 当时的黑丝女虽然愤怒 却没有还手 于是王命猜测 应该是因为某种规则 让黑丝女不能伤害乘客 闻言的黑丝女脸色一点 随后便朝王命扑了过来 却被王命一只手就挡了下来 什么档次 跟我坐一样的车 坐完一脚便将黑丝女踢了出去 你给我下去吧 与此同时车窗也现出了一行血子 这表明他们这一关算是过了 就在众人高兴之时 却没人发现一旁的王命 手中竟然凭空出现了一道符纸 我去 这是爆装备了吗 与此同时一道声音 不断地出现在她的脑海 扫你 上车吗 你将会得到右脑的力 王命捂着脑袋喃喃道 这是正经装备吗 虽然有些诡异 但看起来是个召唤戏道具 随后一把塞进了口袋 也罢 我这一生如履薄冰 能爆出装备 都是我平日记得行善的结果 我受之无愧 也就在这时车停了下来 下一局游戏就要开始了 车子停在了一座 名为血色敬老院的门前 王命第一个下车 身后刚下车的孕妇突然发现 地上有一个残坡的布娃娃 而现实世界里 一个女人正坐在梳妆桌前 看着镜子中自己的丑陋的脸 她痛苦地抱头大喊道 为什么会这样 不 这不是我 我本来可以变回原来的样子 都是她的错 我要她死 画面一转再次来到欲望世界里 孕妇被地上的布娃娃吓得连连大叫 王命健壮一脚将其踢飞了出去 很快所有人全都陆续下了车 公交车也在这时离去 随着众人走进这座血色敬老院 一双红色高跟鞋紧跟着出现 只见一位身穿白色大褂的女人说道 我是这里的院长 你们就是这次的义工 随后便招呼众人跟她进去 其中一名胆小的女生 害怕地抱住了王命 因为这里到处都是散落的手臂与大头 每个房间还充斥着各种声音 我饿我饿 好吃真好吃 突然院长停下了脚步说道 你们每人负责三个房间 房门口有子女留下的信息 记住 一定要严格按照这些信息照顾老人 否则后果自负 在一楼最右边是公用的厨房 厕所每个房间都有 说完院长从怀中掏出一打任务卡 一把扔了出去 紧接着转身离开 现在就去吧 他们已经等不及了 对了 天黑之后 就待在房间里别出来 晚上 最好别睡太死哦 男主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为女人掏心掏肺 女人竟然真的掏了她的心和肺 还打了她的腰子 失去所有器官的亡命 穿梭在欲望世界 为了能够变回一个正常人 她开始经历各种挑战 而这一次的任务 便是给进老院的老人送饭 按照门上小卡片的介绍 王命决定先去厨房 看着走廊上成片的鲜血 王命知道这个任务 自己必须小心 照顾不好的话 很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当她来到厨房后发现 其他人也都在忙碌地准备的晚餐 王命也打算按照老人的喜好 给她做一份食成熟的肉 就在王命做饭的同时 那位人称刘哥的中年男的一番话 引起了他的注意 原来这个刘哥并不是第一次进入欲望世界 但每场挑战都不会重复 所以他也不知道避开危险的办法是什么 但有一点倒是可以提前提醒各位 千万不要干出让死人复活这类事 因为人死不能复生 谁又能确定 通过这种方式复活的他 还是原来的他 文言的一名男子有些惊恐地问道 难道说通过这种方式复活的是鬼 刘哥表示自己并不知道那是什么 但那一定不是人 刘哥还知道 只有将死之人或者某个欲望达到极致 但他还是得说 当欲望缠身 死 反而是种解脱 与此同时王命也已经将晚餐做好 随后端着菜在门外敲了半天 门却一直没人回应 王命只好直接推门而入 只见屋内 一位捕兽如柴的老头正坐在床上 见王命端过来的牛排 老头玩了两下之后 便开始大快躲一 见状王命觉得这次抽到的任务还蛮简单的 自己还真是运气好 就在这时面前老头突然出手 一把将手刺进了王命的胸口 嘴里不停喊着难吃难吃 这突如其来的一下可把王命吓得不轻 不合口味你就直说呀 我给你换成九转大肠还不行吗 动不动就掏人心窝 你礼貌吗 与此同时老头的手在王命体内 左掏掏又掏掏 发现里面竟然空空如矣 气得老头不断地在王命胸口抽出来 插进去 抽出来插进去 老头嘴里只会说阿巴阿巴 心里却想这货尼玛还是个人吗 但此时的王命确实不乐意 没想到活着被人掏 死了还要被掏 合着是人是鬼 都要掏老子一下是吧 说着掏出了那纸符文 老虎不发威 真当我是hello pity 此刻王命仿佛死神附地 浑身散发着恐怖的血泽 就是你掏我心窝子 口味很刁钻是吧 下一秒老头便被王命一巴掌拍了下去 紧接着王命抓着老头的脑袋 再次朝地上砸了下去 给你吃你不吃是吧 王命一边说话一边砸 真当老子没脾气呢 还不求饶 可怜老头只会说阿巴阿巴 王命听不懂啊 就在这时房门突然被打开 是车上的那名孕妇 但眼前的一幕 却让他惊恐地瞪大了双眼 因为整间屋子充满了鲜血 老头一把将手插进男人的胸膛 结果却发现里面竟然空空如也 原来男主早就被掏空了身体 愤怒的王命直接使用道具 开始对老头一顿输出 结果被一名孕妇看到着血腥的画面 顿时两眼一翻就晕了过去 此时的王命脑海里不断充斥着仿佛恶魔的地狱 杀了他 抱头抱头 这让一向温和的王命 此刻竟然真的有种 想把对方脑袋敲碎的冲动 可怜老头只会说阿巴阿巴咕噜噜噜 就在王命准备动手时 忽然身上的虚意消失不见 王命那个无语 三分钟 就这 行不行啊戏狗 随后掏出道具打算再召唤一次 结果被提示恶灵车票 车板间隔需要三小时 坑爹啊 这玩意居然还有冷却时间 失去能力加持的王命马上秒怂 那个 大爷你听我说 刚才其实都是误会哦 没想到对方乖巧地点了点头 王命心想难道是刚才被自己吹怕 于是一脸坏笑地问道 那你吃不吃 老头立马乖巧地吃了起来 此时的王命也清醒过来 看来恶灵车票会影响人的心智 要不然自己这种文明人 不可能一直想着玩暴头啊 接下来会遇到什么也不清楚 恶灵车票便是自己的底牌 最好不要让别人知道 就在王命将孕妇拖进屋内时 孕妇也清醒了过来 王命刚想解释 孕妇就开始大喊救命 无奈王命只能捂住她的嘴 开始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别怕 听我说 事到如今我只能摊牌了 其实我是相关部门 有些是你知道太多不好 总之我是好人就对了 所以希望你能帮我保命 没想到孕妇真的相信了 果然一孕傻三年啊 原来孕妇是找王命帮忙的 王命虽然答应下来 但表示自己不能打包票 更不可能搭上自己 转眼一个小时后 大厅内众人纷纷说着自己的经历 有的人任务是打扫房间 结果却被咬掉了一只耳朵 有的人是帮一个老头按摩 结果那个老头整个被兜烂了 最惨的竟然还是那个刘哥 居然被咬掉了一条腿 就在这时院长走过来 手里还不停地擦拭着身上的鲜血 都在这里干什么 你们任务都做完了吗 众人纷纷抱怨 这些任务根本就完不成 文言院长舔了舔舌头说道 任务完不成也不要紧 你们这些义工虽然做事不行 但味道还是很不错的 紧接着他便发现了 姗姗来迟的王命与孕妇 王命立刻一脸羡媚地说道 院长 当然是为了看您了 谁知道一下子被您的美丽经验主 走不动到了呢 我这就过来 一旁的孕妇都看傻了 这货真的是官方的人吗 好家伙 一点都不挑事吧 文言院长走过去拍了拍王命的肩膀 今晚 我单独找你 这可把王命整不会了 没想到他只是随口一说 对方竟然还当真了 心想该不会真触发了什么机制吧 院长走后 众人这才知道王命其实已经完成了任务 于是纷纷要求他说出通关的技巧和秘密 毕竟大家都是人类 应该互帮互助不是吗 现在大家都在一条船上 人不能那么自私 西装男刘哥三言两语就把王命推上了风口浪尖 王命终于受不了了 都给老子闭嘴 他们的老子最烦道德绑架的人 说完便拉起孕妇的手准备离开 见状刘哥急忙叫住了王命 为了从王命手里得到献祖 他决定用有关欲望世界的事情作为交换 他愿意把自己上次参加欲望游戏的情况告诉大家 而且这个消息对他们达成欲望肯定有帮助 刘哥点燃一根烟后说道 就是那次游戏 让我看到了欲望世界的真相 男人为了女人掏心掏肺 女人竟然真的掏了他的心盒肺 还嘎了他的腰子 为了找回自己的腰子 从振男人雄风 男主王命进入欲望世界 想要看男主如何在神的欲望游戏 与各种妖魔鬼怪斗智斗影 最后完成各种挑战来实现自己的欲望 可以点击左下脚下载巴塔IP 一键畅响海量动漫 搜索神的欲望游戏 看原漫画更精彩哦 女鬼邀请男主晚上嘿嘿嘿 却没想到男主身体早就被掏空 被嘎了腰子的王命 就像失去了男人的发动机 原来就刚刚 王命在送走女鬼院长之后 众人得知他竟然通过了挑战 于是刘哥准备用自己 曾来过一次欲望世界的情况 打算换取王命通关的秘密 原来刘哥全名刘长贵 因为沉迷赌博欠了一屁股债 经常被要债的打个半死 也就在那时他进入了欲望世界 完成了一场挑战 当时他的欲望就是钱 他需要一百万 回到现实世界后 他的欲望实现了 但他的父亲从工作的建筑工地 意外高空坠离 摔成了植物人 而刘长贵得到了赔款 刚好一百万 他的欲望的确实现了 但代价却是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现在还躺在医院里 因为他的欲望 他的父亲成为了植物人 文言的王命心中猜测 如果按刘长贵所说 欲望实现的方式不是从天而降 而是以某种看似合理的方式来实现 王命的欲望是找回器官 那么很有可能找回来的是 已经腐烂的器官 又或者是触发某个世界 从移植了自己器官的人身上打回来 所以最后在实现欲望的时候 他要尽可能避开这些不好的节目 此时刘长贵再次请求王命能够帮帮他 因为他们每个人都要负责三个房间 现在才第一个他就少了一条短 其实王命自己也不知道 报答老头这种方式到底有没有用 就算是说出来 恐怕这些人也只会死得更快 于是他只能告诉大家 自己真的没有发现什么游戏机制 说完便带着孕妇离开 但他扭头便有了打算 王命准备回来问问那个老头 希望能问到一些现实 此时老头早就被王命吓得缩在脚落 一旁的孕妇疑惑地问道 你不是官方的人吗 刚才为什么不帮他们 王命没想到孕妇竟然会帮那些人说话 明明在公交车上的时候 那些人狠心把他丢下车了呀 但孕妇却说 如果当时真的必须抛下一个人的话 或许自己也会做出跟他们一样的选择吧 毕竟他也有不得不实现的欲望 原来他的丈夫是消防员 前不久他在一次救援行动中牺牲了 他们现在只有这个未出生的孩子 虽然医生说这孩子先天畸形 无法存活 但他还是想要保住这个孩子 只要他能完成挑战 这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王命没想到这个孩子 居然是英雄后代 随后便开始审问老头 刚才到底为什么要套他 只会说阿巴阿巴的老头 只能将原因写在纸上 自己不喜欢吃全熟的肉 但王命想到那个院长说过 门外的信息是他们子女留下来的 上面明明写着喜欢吃全熟的肉 好家伙 这明摆着是坑爹呢 不过王命也因此推断出了一条线索 但不确定对不对 孕妇表示愿意试一试 毕竟要不是王命 他在车上的时候就已经死了 随后王命告诉他 门外的子女留下的信息 大概率是错的 反正来或许就能避开危险 闻言孕妇便准备尝试一下 但真如常贵所说的话 这孩子活下来真的会健康吗 但紧接着王命就开始头疼起来 毕竟晚上那位院长大人就该来找他了 虽然院长的身材很劲爆 但那玩意儿不是人了 两个小时后 就在王命悠哉地躺在床上时 院长竟然真的来了 愣着干嘛 跟姐姐走一趟吗 王命心中开始盘算 虽然恶灵车票的冷却时间到了 但院长明显要比这小老头强很多呀 万一一下干不过他 那岂不是真的要被他干 干还是被干 这都是一个问题啊 为了保住清白 只能置取了 只见王命露出自己的胸膛说道 院长 其实我也很想跟你 嘿嘿嘿 但我 我其实是一个没有发动机的男人 我的V12发动机被坏人打走了 两台发动机都没了 院长 坏人他让我没有爱 他让我没有爱啊 切 没用的东西 负责401的义工和老不死的都不见了 你去把人找回来再睡觉 尊都要我去吗 院长您不是说天黑之后不要出门吗 听人劝吃饱饭 我打小舅 你说什么 我是说 我打小舅喜欢找人 没专业 放心 只要把人找回来 我不会让你白干活的 奖励什么的都不重要 主要是想帮院长分忧 好家伙 这也太能装了 随后王命想起那个负责401的 不就是公交车上坐在他旁边的白丝妹子 下午在大厅也没见到他 也不知道院长是让他找人还是帮忙收尸 但是已至此他也只能听话照办 说着便匆匆跑了出去 嘴里还念叨着 天下武功为快不破 临兵斗者皆阵列前行 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 阿门 不过王命越走越心惊 因为他发现自己的脚步声有点太小了 不会引出什么奇怪的东西了 但是当他走到四楼的时候 王命突然反应过来 自己穿的是运动鞋啊 是不会发出这样的脚步声的 但从二楼跟到这里的脚步声 应该是高跟鞋 也就在这时 一道身影突然出现在王命身后 终于追上你了 男人为了女人掏心掏肺 结果女人真的掏了他的心和肺 当然也嘎了他的腰子 刚醒来的王命发现自己躺在手术台上 而且总感觉有种莫名的空虚 可能空虚总是在过度劳累之后吧 但当他看到一旁带血的手术刀后 他这才发现 且的还真是自己啊 自己竟然被嘎腰子了 他想要拿到手机去报警 找回腰子重振雄风 结果因为浑身无力 一个亮枪就栽了下去 隐约间他回忆起了昏迷前的音乐 原来他不仅被嘎了腰子 整个身体都被掏空了 王命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还没死 终于拿到手机后却发现 里面只能打开一款游戏 恍惚间他似乎看到了死去的太奶 向他招手 此刻他也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了 只能启动那款名为欲望世界的游戏 下一秒他便来到了另一个地方 正是欲望世界 王命看了看自己空空如也的身体 好消息是自己还活着 坏消息是 不仅身材挖腮 长相更是超级挖腮 王命急忙收回钢材的话 这顶多也就算一个黑丝女 黑丝女目不转睛地盯着王命 但她却是一点也不害怕 毕竟自己整个身体都被掏通了 现在还能失去什么吗 还是说你能杀死一个死人 这么一想 王命顿时感觉自己本就空旷的胸腔 又宽广的半截 随后只见黑丝女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请上车 王命本想上去看看怎么个事 但突然玩心大起 你说少爷请上车 黑丝女瞬间当机 看出自己吃果果的身躯了 就连一旁的路灯都看不下去 文言的黑丝女脸上 确实开始咔咔作响 布满裂痕的脸上也开始滴血 下一秒张开血盆大口嘶吼的 请上车 王命轻蔑一笑 我一个没有器官的人 难道还会怕转 说完就是一个大逼动 直接将黑丝女打得旋转跳舞 现在对我说 少爷请上车 女鬼直呼自己大意了 没有闪 但面对王命的咄咄逼鬼 黑丝女都快咬碎了后槽牙 却还是忍了下来 少爷请上车 王命这才满意地走上了那辆公交车 进去的同一时间 身上的衣服竟然也焕然一新 这一刻命运的齿轮也开始转动 此时车上已经坐满了人 但是所有人都是神情恍惚 王命直接找到了一名美女旁边坐了下来 这时候了还不忘聊个妹 紧接着黑丝女也走了上来 欢迎来到欲望世界 聆听神的低语 神说 属于各位的挑战 现在开始 文言王命撇了撇嘴 按道这货真是个神谷 同一时间现实事件 某废弃工厂内 一名医生模样的男人拎着一个箱子 缓缓走出 门口停着一辆红色跑车 与一名美女 全都摘了 男人放下手中的箱子说道 我办事您放心 一样不少 女人舔了舔舌头 你做得很好 医生刚想说不客气 结果突然一只手枪便抵在了她的脑门 下一秒碰的一声 女人扣动扳机 下次可别做那么好了 医生直接被抱头狗带 随后只见美女捧着箱子里的心脏 下一秒便兴奋地舔上去 名为抛弃 再过十分钟 他们会经过一座大桥 因为年久时休 承载不了他们这么多人 届时桥体坍塌 所有人都会死 但只需要下去一个人 他们就能平安渡过那座桥 至于这个人是谁 他们可以投票决定 也可以强行驱赶 只有完成最终挑战的人 神才会实现他们的欲望 介绍完后 他们现在还剩下的时间只有九分钟了 而下车的那个人 自然就是死了 众人惊慌不已 亡命却是觉得死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手机还没格式化 不过他现在这种情况 别让我下车 我的孩子还没出生 我不能死 有的人说自己的癌症 还有人说自己的儿子 还在重症监护室 自己不能下车 顿时车上所有人 都开始说出自己不能死的苦衷 亡命都压麻呆住了 我尼玛 你们的理由都那么硬核吗 这么看来 我要找回器官好像也不算什么 随后一名中间男人站了出来 他觉得从理性的角度出发 最先淘汰的应当是团队里的脱油品 也就是第一个开口的孕妇 文言孕妇整个人都不好了 梨花带雨的就开始喊道 你们这么做还是不是人 哪知中年男却说 女人用怀孕道德绑架他们 让他们下去死 你难道就不残忍吗 这一番话下来 得到了所有人的同意与支持 纷纷开始赶孕妇下车 还美名其约为了团队着想 最终孕妇被一伙人 强行推到了车门处 一旁的黑丝女 此刻也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看起来像是什么目的得逞了一样 亡命见状心中已有猜测 眼看孕妇被推出车外 却被他一把拉了上来 随后开始不紧不慢地解释道 你们的逻辑 从一开始就错了 他的确说要下去一个人才能过桥 但没说过 这个人要在我们当中选了 说着还用手指了指黑丝女 健壮的黑丝女顿时急了 警告你们 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要过桥 你们再不把他扔出去就兜得死 但这让亡命更加确定了心中的想法 把他扔下去 你好我好大家好 现在谁同意谁反对 众人文言自然是全都同意 如果能让NPC下车 他们就不用杀人了 于是所有的目光 王命大手一挥说道 现在公主请下车 黑丝女鬼身为NPC 谁被男主一脚踹飞 原来就在刚刚 男主发现了一个秘密 上车的时候 他给了黑丝女一个大嘴巴 当时的黑丝女虽然愤怒 却没有还手 于是王命猜测 应该是因为某种规则 让黑丝女不能伤害乘客 文言的黑丝女脸色一变 随后便朝王命突了过来 却被王命一只手就挡了下来 什么当次 跟我坐一样的车 坐完一脚 便将黑丝女踢了出去 你给我下去吧 与此同时 车窗也现出了一行血子 这表明他们这一关算是过了 就在众人高兴之时 却没人发现一旁的王命 手中竟然凭空出现了一道符指 我去 这是爆装备了吗 与此同时一道声音 不断地出现在他的脑海 骚你 上车吗 你将会得到最多的力 王命捂着脑袋难难道 这是正经装备吗 虽然有些诡异 但看起来是个召唤戏道具 随后一把塞进了口袋 也罢 我这一生如履薄冰 能爆出装备 都是我平日记得行善的结果 我受之无愧 也就在这时车停了下来 下一局游戏就要开始了 车子停在了一座 名为血色敬老院的门前 王命第一个下车 身后刚下车的孕妇突然发现 地上有一个残坡的布娃娃 而现实世界里 一个女人正坐在梳妆桌前 看着镜子中自己的丑陋的脸 她痛苦地抱头大喊道 为什么会这样 不 这不是我 我本来可以变回原来的样子 都是她的错 我要她死 画面一转再次来到欲望世界里 孕妇被地上的布娃娃吓得连连大叫 王命健壮一脚将其踢飞了出去 很快所有人全都陆续下了车 公交车也在这时离去 随着众人走进这座血色敬老院 一双红色高跟鞋紧跟着出现 只见一位身穿白色大褂的女人说道 我是这里的院长 你们就是这次的义工 随后便招呼众人跟她进去 其中一名胆小的女生 害怕地抱住了王命 因为这里到处都是散落的手臂与大腿 每个房间还充斥着各种声音 我饿我饿 好吃真好吃 突然院长停下了脚步说道 你们每人负责三个房间 房门口有子女留下的信息 记住 一定要严格按照这些信息照顾老人 否则后果自负 在一楼最右边是公用的厨房 厕所每个房间都有 说完院长从怀中掏出一打任务卡 一把扔了出去 紧接着转身离开 现在就去吧 他们已经等不及了 对了 天黑之后 就待在房间里别出来 晚上最好别睡太死哦 男主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为女人掏心掏肺 女人竟然真的掏了他的心和肺 还嘎了他的腰子 失去所有器官的王命穿梭在欲望世界 为了能够变回一个正常人 他开始经历各种挑战 而这一次的任务便是给敬老院的老人送饭 按照门上小卡片的介绍 王命决定先去厨房 看着走廊上成片的鲜血 王命知道这个任务自己必须小心 照顾不好的话 很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当他来到厨房后发现 其他人也都在忙碌的准备的晚餐 王命也打算按照老人的喜好 给他做一份食成熟的肉 就在王命做饭的同时 那位人称刘哥的中年男的一番话 引起了他的注目 原来这个刘哥并不是第一次进入欲望世界 但每场挑战都不会重复 所以他也不知道避开危险的办法是什么 但有一点倒是可以提前提醒各位 千万不要干出让死人复活这类事 因为人死不能复生 谁又能确定 通过这种方式复活的他 还是原来的他 文言的一名男子有些惊恐的问道 难道说通过这种方式复活的是鬼 刘哥表示自己并不知道那是什么 但那一定不是人 刘哥还知道 只有将死之人或者某个欲望达到极致 才会进入欲望世界 所以他的这些话在场的人很难听得进去 但他还是得说 当欲望缠身 死 反而是种解脱 与此同时王命也已经将晚餐做好 随后端着菜在门外敲了半天 门却一直没人回应 王命只好直接推门而入 只见屋内 一位古兽如柴的老头正坐在床上 见王命端过来的牛排 老头闻了两下之后 便开始大快躲 见状王命觉得这次抽到的任务还蛮简单的 自己还真是运气好 就在这时面前老头突然出手 一把将手刺进了王命的胸口 嘴里不停喊着难吃难吃 这突如其来的一下可把王命吓得不轻 不合口味你就直说呀 我给你换成九转大肠还不行吗 动不动就掏人心窝 你礼貌吗 与此同时老头的手在王命体内 左滔滔又滔滔 发现里面竟然空空如影 气得老头不断地在王命胸口抽出来 插进去 抽出来插进去 老头嘴里只会说阿巴阿巴 心里却想这货尼玛还是个人吗 但此时的王命确实不乐意 没想到活着被人掏 死了还要被掏 合着是人是鬼 都要掏老子一下是吧 说着掏出了那纸符纹 老虎不发威 真当我是hello pity呢 此刻王命仿佛死神附体 浑身散发着恐怖的血色 就是你掏我心窝子 口味很刁钻是吧 下一秒老头便被王命一巴掌拍了下去 紧接着王命抓着老头的脑袋 再次朝地上砸了下去 给你吃你不吃是吧 王命一边说话一边砸 真当老子没脾气呢 还不求饶 可怜老头只会说阿巴阿巴 王命听不懂啊 就在这世房门突然被打开 是车上的那名孕妇 但眼前的一幕 却让他惊恐地瞪大了双眼 因为整间屋子充满了鲜血 顿时两眼一番就晕了过去 此时的王命脑海里 不断充斥着仿佛恶魔的地狱 杀了他 抱头抱头 这让一向温和的王命 此刻竟然真的有种 想把对方脑袋敲碎的冲动 可怜老头只会说阿巴阿巴 咕噜咕噜 就在王命准备动手时 忽然身上的虚影消失不见 王命那个无语 三分钟 就这 行不行啊戏狗 随后掏出道具 打算再召唤一次 结果被提示恶灵车票 车板间隔需要三小时 坑爹啊 这玩意居然还有冷却时间 失去能力加持的王命 马上秒怂 那个 大爷你听我说 刚才其实都是误会哦 没想到对方乖巧的点了点头 王命心想难道是刚才被自己吹怕了 于是一脸坏笑的问道 那你吃不吃 老头立马乖巧的吃了起来 此时的王命也清醒过来 看来恶灵车票会影响人的心智 要不然自己这种文明人 不可能一直想着玩爆头啊 接下来会遇到什么也不清楚 恶灵车票便是自己的底牌 最好不要让别人知道 就在王命将孕妇拖进屋内时 孕妇也清醒了过来 王命刚想解释 孕妇就开始大喊救命 无奈王命只能捂住他的嘴 开始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别怕 听我说 事到如今我只能摊牌了 其实我是 相关部门 有些是你知道太多不好 总之我是好人就对了 所以希望你能帮我保命 没想到孕妇真的相信了 果然一孕傻三年啊 原来孕妇是找王命帮忙的 王命虽然答应下来 但表示自己不能打包票 更不可能搭上自己 转眼一个小时后 大厅内众人纷纷说着自己的经历 有的人任务是打扫房间 结果却被咬掉了一只耳朵 有的人是帮一个老头按摩 结果那个老头整个被兜烂了 最惨的竟然还是那个刘哥 居然被咬掉了一条腿 就在这时院长走了过来 手里还不停地擦拭着身上的鲜血 都在这里干什么 你们任务都做完了吗 众人纷纷抱怨 这些任务根本就完不成 文言院长舔了舔舌头说道 任务完不成也不要紧 你们这些义工虽然做事不行 但味道还是很不错的 紧接着他便发现了 姗姗来迟的王命与孕妇 王命立刻一脸羡媚地说道 院长 当然是为了看您了 谁知道一下子被您的美丽经验住 走不动到了呢 我这就过来 一旁的孕妇都看傻了 这货真的是官方的人吗 好家伙 一点都不挑事吧 文言院长走过去拍了拍王命的肩膀 今晚 我单独找你 这可把王命整不会了 没想到他只是随口一说 对方竟然还当真了 心想该不会真触发了什么机制吧 院长走后 众人这才知道王命其实已经完成了任务 于是纷纷要求他说出通关的技巧和秘密 毕竟大家都是人类 应该互帮互助不是吗 现在大家都在一条船上 人不能那么自私 西装男刘哥三言两语就把王命推上了风口浪尖 王命终于受不了了 都给老子闭嘴 他们的老子最烦道德绑架的人 说完便拉起孕妇的手准备离开 见状刘哥急忙叫住了王命 为了从王命手里得到限速 他决定用有关欲望世界的事情作为交换 他愿意把自己上次参加欲望游戏的情况告诉大家 而且这个消息对他们达成欲望肯定有帮助 刘哥点燃一根烟后说道 就是那次游戏 让我看到了欲望世界的真相 女鬼邀请男主晚上嘿嘿嘿 却没想到男主身体早就被掏空 被嘎了腰子的王命就像失去了男人的发动机 原来就刚刚 王命在送走女鬼院长之后 众人得知他竟然通过了挑战 于是刘哥准备用自己曾来过一次欲望世界的情况 打算换取王命通关的秘密 原来刘哥全名刘长贵 因为全米赌博欠了一屁股债 经常被要债的打个半死 也就在那时他进入了欲望世界 完成了一场挑战 当时他的欲望就是钱 他需要一百万 回到现实世界后 他的欲望实现了 但他的父亲从工作的建筑工地意外高空坠落 摔成了植物人 而刘长贵得到了赔款 刚好一百万 他的欲望的确实现了 但代价却是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现在还躺在医院里 因为他的欲望 他的父亲成为了植物人 文言的王命心中猜测 如果按刘长贵所说 欲望实现的方式不是从天而降 而是以某种看似合理的方式来实现 王命的欲望是找回器官 那么很有可能找回来的是已经腐烂的器官 又或者是触发某个事件 从移植了自己器官的人身上打回来 所以最后在实现欲望的时候 他要尽可能避开这些不好的结果 此时刘长贵再次请求王命能够帮帮他 因为他们每个人都要负责三个房间 现在才第一个他就少了一条腿 其实王命自己也不知道 报答老头这种方式到底有没有用 就算是说出来 恐怕这些人也只会死得更快 于是他只能告诉大家 自己真的没有发现什么游戏机制 说完便带着孕妇离开 但他扭头便有了打算 王命准备回来问问那个老头 希望能问到一些限制 此时老头早就被王命吓得缩在角落 一旁的孕妇疑惑地问道 你不是官方的人吗 刚才为什么不帮他们 王命没想到孕妇竟然会帮那些人说话 明明在公交车上的时候 那些人狠心把他丢下车了 但孕妇却说如果当时真的必须抛下一个人的话 或许自己也会做出跟他们一样的选择吧 毕竟他也有不得不实现的欲望 原来他的丈夫是消防员 前不久他在一次救援行动中牺牲了 他们现在只有这个未出生的孩子 虽然医生说这孩子先天畸形 无法存活 但他还是想要保住这个孩子 只要他能完成挑战 这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王命没想到这个孩子 居然是英雄后代 随后便开始审问老头 刚才到底为什么要套他 只会说阿巴阿巴的老头 只能将原因写在纸上 自己不喜欢吃全熟的肉 但王命想到那个院长说过 门外的信息是他们子女留下来的 上面明明写着喜欢吃全熟的肉啊 好家伙 这明摆着是坑爹呢 不过王命也因此推断出了一条线索 但不确定对不对 孕妇表示愿意试一试 毕竟要不是王命 他在车上的时候就已经死了 随后王命告诉他 门外的子女留下的信息 大概率是错的 反正来或许就能避开危险 闻言孕妇便准备尝试一下 但真如常贵所说的话 对孩子活下来真的会健康吗 但紧接着王命就开始头疼起来 毕竟晚上那位院长大人就该来找他了 虽然院长的身材很劲爆 但那玩意儿不是人了 两个小时后 就在王命悠哉地躺在床上时 院长竟然真的来了 愣着干嘛 跟姐姐走一趟嘛 王命心中开始盘算 虽然恶灵车票的冷却时间到了 但院长明显要比这小老头强很多呀 万一一下干不过他 那岂不是真的要被他干 干还是被干 这都是一个问题啊 为了保住清白 只能智取了 只见王命露出自己的胸膛说道 院长 其实我也很想跟你 嘿嘿嘿 但我 我其实是一个没有发动机的男人 我的V12发动机被坏人打走了 两台发动机都没了 院长 坏人他让我没有爱 他让我没有爱啊 切 没用的东西 负责401的义工和老不死的都不见了 你去把人找回来再睡觉 尊都要我去吗 院长您不是说天黑之后不要出门吗 听人劝吃饱饭 我打小舅 你说什么 我是说 我打小舅喜欢找人 没专业 放心 只要把人找回来 我不会让你白干活的 奖励什么的都不重要 主要是想帮院长分忧 好家伙 这也太能装了 随后王命想起那个负责401的 不就是公交车上 坐在他旁边的白丝妹子 下午在大厅也没见到他 也不知道院长是让他找人 还是帮忙收尸 但是已至此他也只能听话照办 说着便匆匆跑了出去 嘴里还念叨着 天下武功为快不破 临兵斗者皆阵列前行 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 阿门 不过王命越走越心惊 因为他发现自己的脚步声 有点太响了 不会引出什么奇怪的东西 但是当他走到四楼的时候 王命突然反应过来 自己穿的是运动鞋 是不会发出这样的脚步声的 但从二楼跟到这里的脚步声 应该是高跟鞋 也就在这时 一道身影突然出现在王命身后 终于追上你了 男人突然发现自己身后有只鬼 但他却是唱起了歌 我害怕鬼 但鬼为生我不好 我不害怕人 但人把我伤得遍地离生 原来男主是一个连内脏都没有的人 本来似乎没有必要怕鬼 但当身后的女鬼不断掀示他的领盘时 他觉得还是有必要的 自己得想办法跑 然而女鬼却是紧追不舍 一只手更是直接爬在他的肩上 王命决定不能再坐以待毙 只能掏出自己的大宝贝吓退他 于是大喝一声便要掏出自己那张道具车票 大胆妖孽 竟敢搬门弄斧 大威天龙 我掏 结果大威天龙还没出来 自己的手却是动不了了 只见女鬼的一只鬼手正抓着王命的胳膊 随后脑袋也缓缓飘了滚 你刚才 说什么 别着急 等等我 我马上就要拼好了 王命闻言撒鸭子就跑 心想等你大眼 我只是手麻了不能用车票 又不是腿麻了 周树人曾说过 打不过就喷 喷不过就跑 王命一溜烟就将女鬼甩在身后 爬在他肩上的那只鬼手也慢慢爬了下去 王命这才扭头发现 原来这女鬼是碎的 想到他刚上三楼的时候还只有脚步舍 快到四楼的时候就多了一条舌头和一只手 看来这只女鬼的身体零星散落在楼道各处 正在拼啊 怪不得一直要自己等他 等他拼完 估计自己就得凉凉了 想到这里王命赶紧拍了拍自己那受精的小心脏 不过随即想到 自己都没有心 所以压根没心跳啊 此时王命也发现这里没有血 看来比起二楼 四楼的情况要好很多呀 很快王命找到401房间 上面的小纸条表里 里面的老人有老年痴呆 喜欢跟人捉迷藏 每次都会藏在窗帘后面 但跟他玩很危险 所以不要管他 王命按照自己之前的推理 信息要是反着来看 401的解决方案应该就是陪老人玩捉迷藏 但当王命打开门才发现 说是会躲在窗帘后 结果这屋里压根没窗帘 就在王命不知道该去哪找时 楼道内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紧接着就看见两个大凶器扑面来 正是他前来寻找的白丝妹子 王命急忙询问他负责的那个老人去哪了 得知女生正是因为和老人玩捉迷藏才这么害怕 王命不禁心头一震 难不成自己分析的线索是错的 那么那名孕妇 想到这里王命急忙询问是怎么回事 原来大凶女第一次玩的时候 就找到老人正躲在窗帘后面 但老人又要求重新玩 可第二次找到老人后 他发现窗帘后面变成了两个人 第三次窗帘后面就变成了三个人 玩一次就多一个人 现在窗帘后面都已经站不下了 当王命来到那处窗帘才发现 这里竟然真的站了一整排老头 大凶女害怕的直接扑倒了王命怀里 下一秒便开始了他的炸裂发言 哥 我当你女朋友行吗 你主动来找我一定很喜欢我对不对 现在我是你女朋友了 你不能不管我 王命直接猛逼了 急忙解释自己只是来完成院长任务的 殊不知在他转身的那一刻 身后的大凶女一把将王命推了过去 你是我男朋友 你死也得保护我活下来 对不起了陌生人 说完便撒鸭子跑路 这狠毒的一推也让王命看清这些人 这人呢 一个孕妇都有胆子去试错 而他就恨不得让自己去替他死 果然 女人只会影响自己拔刀的速度 说完王命急忙将道具掏了出来 随后一把拉开了窗帘 surprise 下一秒只见一排排河马头人身的怪物出现 猙獰的样子在这一刻显得诡异无比 被你找到了 接下来换我来找你吧 三 二 找到你了 男人掀开窗帘 里面竟然藏着一排河马怪 我去 就会偷袭年轻人 恶灵铠甲 合体 我要 打十个 此时的王命感觉自己强的可怕 只是随手一击就解决一只河马怪 面对圆圆不断冲过来的怪物 王命一拳便轻松解决 忽然一只手穿透了王命的胸膛 把将胸口的大手扯了下来 线头都被你们搞崩了 你们是真该死啊 此时的王命彻底暴走 片刻之后 屋内已经血流成河 王命也被累得气喘吁吁 所有河马怪竟然全都被王命解决 他身后的虚影也在这时缓缓消失 原来是道具的使用时间到了 三分钟 虽然不能够真男人 但总算赶在恶灵车票到期前 把这些河马怪全都解决了 但是王命万万没想到 那些死去的河马怪 此刻竟然开始快速愈合 只是片刻 所有河马怪竟然全部满血复火 王命扭头一看自己都猛了 这你马 开挂了 王管 我要举报了 此时没有道具加持的王命只能求饶 那什么 你们快看了 今夜月色那么好 咱们要不别打架 赏赏月 说到这里王命突然懂了 这老头就是在血月出现之后狂话攻击的 再联想到院长曾经说过 天黑之后就待在房间里别出来 晚上最好别睡太死 原来他是故意这么说的 不出意外的话 危险就藏在这道诡异的月光之下 这些房间里没有窗帘 人被血月照到就会狂化攻击 看来院长这婆娘不干人事 纯拿他们当饲料为这些老家伙呀 想到这里王命已经彻底明白 只见王命一个闪身 踩着河马怪的头跳了过去 紧接一把拉起窗帘 挡住了那些红色的月光 下一秒那些河马怪便安静了下来 随后身体也开始消散 只是片刻便全部消失不见 只剩下一位面色和善的人类老头 危机终于解除 于是王命走上前安抚道 乖 很晚了 咱们先睡觉 明天再玩捉迷藏好不好呀 为了防止老头再次被月光照到 王命从房间里将窗帘扯了下来 然后盖在了老头身上 虽然找到了401丢失的老人 院长那边也算能有个交代 但是血月还没消失 现在一动可能会碰到其他危险 安全起见 王命决定在这里等车票冷却完再回去 就在这时一张大脸出现 竟然是刚刚自己逃跑的白思女 此时一边爬一边朝王命喊道 救我 我看到你了 混蛋 你是我男朋友啊 快来救我呀 然而下一秒 一只白色的大手猛地抓住了白思女 然后 就没有然后了 王命自始至终就这么静静地看着 不是哥见死不救 是哥的车票还在冷却 实在爱莫能住 再说 独自逃走 是你自己选的路啊 就这样三个小时后 王命终于可以拿着道具离开了 但眼前的一幕却是让他一惊 因为此时的白思妹妹 就只剩下眼前的一滩血了 王命心想这不会是被楼道里的最大劲 拿去拼自己了吧 想到这里王命赶紧撤退 很快王命再次来到他负责的203房间 然后便让里面的老人写下明天想吃什么 老头告诉王命只要生肉就行 王命不明白 老头为什么会喜欢吃这种东西 老头回答其实他不喜欢吃生肉 但他儿子喜欢 王命这才明白 原来这些都是他故意剩下来的肉 要留给他儿子吃 但是这些肉都烂了呀 老头却是笑着回答道 因为我不知道他哪天回来 此刻王命只能沉默 他在等他儿子 却不知道自己早就被儿子丢在这家诡异的敬老院 自生自灭 因为爱意留下的生肉 在日复一日的等待中 滋生出了腐败的臭味 爱恨颠倒 执念纠缠 真残酷啊 这就是欲望事件吗 男主只是打扫个房间 结果一开门就转角欲见爱 啊不是 是欲见鬼 原来王命完成第一个任务之后 第二天所有人便被院长叫到了一起 而这一次的人数也比昨晚又少了一些 显然是一些人没完成任务命丧黄犬了 王命在人群中找到了那名孕妇 见他还活着王命就安心了 孕妇也是连忙向王命道歉 感谢他昨天告诉自己线索 同时还表示既然这个方法是可行的 那能不能把这条线索告诉其他人 王命大方地表示没问题 就在这时一阵脚步声传来 正是凶狠无比的院长大人 只见他大手一挥 没有废话直接发出了今天的任务卡 紧接着舔了舔舌头说道 王命你过来 随后递给王命一个包裹 算是对他昨晚找回401老头的报酬 王命急忙一脸谄媚地说道 应该的 为院长分忧是必人的荣幸 手上却是很诚实地接过了包裹 但下一秒就被院长一把勾了过去 是吗 那今晚我再来找你 文言王命欲哭无泪 悠悠苍天 何博于我呀 事后王命打开包裹 里面竟然是一打钞票 他没想到欲望世界还有流通货币 一旁的常柜见状解释 这就是欲望世界的货币 因为他上次参加挑战的时候 见别人用武 他们称这东西为许愿笔 王命心想这么阴间的图案 称呼倒是挺阳光 接着一脸嫌弃地放入怀中 见状的常柜急忙解释道 千万别小看这东西 上一场挑战的玩家 为了抢十块许愿笔自相残杀 最后死了三个人 同时常柜很是纳闷 昨晚王命到底做了什么 会让院长给他这么多许愿笔 王命告诉他们 自己只是帮院长找到了 401失踪的老人和义工 消息一出顿时让众人以为 王命一定是又掌握了什么新线索 这时常柜又是第一个站了出来 表示昨天自己已经给了王命一些 有关欲望世界的信息 如果他觉得不够 自己还可以告诉他一些 以此来换取王命手里的线索 王命也没想到 这货竟然还真的藏有私活 于是让他展开说说看 根据常柜所说 他猜测大家应该都是和他一样来自领海市 或者说都是从领海市来到了这里 因为欲望世界 基本都是暗区域来吸纳玩家的 事实上众人之间确实都存在着联系 这也说明常柜所言非虚 于是常柜急忙向王命承诺 只要王命肯告诉他正确的线索 从这里出去之后 他愿意给王命十万作为打戏 其他人也是纷纷效仿 有的给三万 有的给五万 王命文言内心激动的一批 因为线索原本他就打算让云里告诉他 没想到还会有这笔意外收获 但表面上还是装悲地说道 也罢 既然你们诚心诚意地问了 我就大发慈悲地告诉你们 紧接着便将昨晚的经历与猜测说了出来 和众人沟通完线索后 王命便来到了新的任务房间前 今天他的任务是打扫房间 门上的纸条是这么写的 我妈有老年痴呆 望东望西 连上厕所都会忘记 性格虽然狂躁 但从不会伤害别人 各位义工不用害怕 看完信息之后 王命便开门走了进去 却发现里面根本就没有人 忽然王命身后一道身影出现 张着血盆大咕咕咕咕咕 一把掐住王命的脖子吼道 我女儿呢 我要见我女儿 王命没想到这老太太一把银记 力气倒是大得要死 再这样下去脖子都会被她捏碎 就在王命准备使用恶灵车票时 她突然想到了门上纸条的提示 既然上面说老太太连上厕所都会忘记 那她还能记得什么 于是下一秒王命便切换形态 妈妈 我是你的宝贝女儿呀 我来看您啊 老太太一愣 你是小方 见状王命急忙继续演戏 对啊妈 我是小方呀 您不会把我忘了吧 要是这样 呜呜 说着王命还假装要哭的样子 好家伙这操作可把健忘的老太太给整信了 怎么会 妈妈怎么会不认识你呢 小方不哭不哭 只是随后瞥了一眼王命的胸部说道 可是你怎么 妈妈记得你挺大的呀 王命一本正经的胡扯道 呵呵 这您就不懂了 现在就流行我这样的 不但能穿漂亮衣服 还寓意天下太平 喜欢大兄的男人都是色品 呸 好家伙 要是我不杀我都信了 此刻老太太已经恢复成人形 王命健壮便将老太太哄进了屋子 老太太此刻也已经完全相信 眼前的王命就是她的女儿 哎呦乖女儿 都是妈的错 妈妈还以为你是院里的护工呢 文言王命心头一震 护工 自己这些挑战者不就是护工吗 于是试探性地问道 院里的护工怎么了 我感觉他们人还不错呀 文言老太太突然脸色猙獰地说道 你呀你 你这是被他们骗了 男主怎么也没想到 击败鬼的竟然是一打钞票 还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 就在刚刚 王命遇见了第二位住在这里的老 但老人却声称王命这些护工经常打 还不给老人饭吃 还会给一些老人打针 而打完针的人全都死 王命没想到在这些老人眼里 危险居然是来自他们这些护工 自己似乎得到了一条重要线索 在安抚好老人之后 院长也如期而至找到了王命 还交给了王命一个任务 因为有一批货送到 需要王命去一趟门口 把货搬到五楼 最后还叮嘱王命 不论发生什么 都不要打开箱子 看着院长离去的生意 王命不禁疑惑 说什么今晚再来找我 结果就这 突然变得这么冷淡 不像他性格呀 然而院长此刻确实心情不太好 因为他不知道这些护工都在搞什么鬼 今晚竟然没人死 很快王命便来到了大门口接火 射牛的他见面就开始打招呼 哥 看你眼神 似乎不是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吧 哥你是做什么的呀 文言司机像看傻子一样看向王命 难道你看不出来我是干嘛的吗 眼看司机放好箱子后就要离开 王命及时拦了下来 表示自己只是想问这箱子的都是什么 信息还没套到 王命可不想对方就这么跑掉 哥 别急啊 抽根烟再走呗 这一招果然好使 即便对方现在是个鬼男人 但是当司机要烟时 王命却用手指了指司机兜里的烟 在这呢 别愣着 也给我一根吧 是可人鬼不能忍啊 就在司机打算发飙时 一张许愿币就甩在了他的脸上 这一刻画风突变 司机立马见前眼开喜笑开言 王命冷笑一声 呵呵 有钱能使鬼推磨 真是成不起我 紧接着司机很懂事地 掏出一根花子递了上去 哥 请抽烟 王命当想询问 司机就已经猜到他想要问什么 当王命得知里面装的 都是一些药水和镇定剂之后 王命一脸的疑惑 司机点了根烟缓缓说道 呦 个您不知道 你们院里不是有些老人不听话吗 打一针就都老实了 王命心想着难道就是204老婆婆说的针 打完人都死了的那种 不过这时间点 院长专门叫人送过来 难不成他现在就想让着他们去护工杀人吗 就在王命思索之时 司机又抛出一则重磅内部消息 大晚上出来搬货 您就不怕撞见那东西 但是司机说到这里却又卖起了关子 怪我多嘴 这可是机密 我还是不怕 王命甩手又是两张钞票 我没听清 你刚刚说什么 我刚才是说 虽然机密 但您可是我亲哥 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计 原来据说很久以前有一个小姑娘 特别有孝心 为了能一边赚钱一边照顾自己病重的母亲 他自愿放弃大好的前程 选择来这家敬老院当护工 本来一切都好好的 谁知道有一天 那姑娘的母亲忽然失踪了 等在找到的时候 她的尸体居然零零碎碎 被人扔在楼道的垃圾桶里 每一层都有 别提有多吓人啊 然后那姑娘就疯了 直接从楼顶跳了下来 王命这时也才明白 原来楼道里的女鬼 就是那姑娘母亲 至于凶手有没有找到 司机就真不知道了 于是便准备离开 楼梯的时候可以点上 因为现在血月还没结束 要从一楼走到五楼 很有可能会撞见楼道里的穗大姐 于是王命为了保险起见 将蜡烛点上 并放在了货物箱上 紧接着便是一路狂奔 而后面的穗大姐果然不敢靠近烛光 王命玩心大气 高举蜡烛喊道 大威天龙 给我退 下一秒穗大姐竟然真的慌忙逃窜 此时王命只感觉一个字 爽 但随后王命便发现一个垃圾桶内 传来了穗大姐的声音 我马上就快拼好了 马上 王命心想那司机弟弟说的果然都是真的 这里竟然还有一块 当王命拿着蜡烛打开垃圾桶盖 里面的身影竟然让他大吃一惊 竟然是他 神秘院长竟然才是这里最恐怖的鬼 就在刚刚 王命在垃圾桶找到了一处尸体碎款 里面是一张人皮面膜 正是当初被穗大姐抓走的白丝妹 难怪当时他没有看到尸体 原来是被分开装进了垃圾桶里 王命不禁感慨 当欲望缠身 死反而成了解脱 但门上却没有贴子女信息 院长也没安排任何人照顾501的老人 或许里面藏着什么院长的秘密 好奇心驱使王命想要打开门去看看 结果下一秒院长出现 你在干什么 最突然的一幕差点把王命的魂都给下面了 慌忙解释自己只是来送东西 随后便按照院长的吩咐 将箱子放到了大厅 只是当王命回头拿这次的报酬时 发现此刻的院长已经化身恶不 此刻的院长在红色月光的照耀下 一脸猙獰地说道 呵呵忘了告诉你 来了五楼就别想着回去了 王命反手就掏出了恶灵车票 去你大爷 谢莫杀驴 你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 下一秒院长的拳头便朝王命砸了过去 好在王命及时躲过 王命感觉现在这娘们真是强得可怕 这一拳足有二十年的功力 自己光凭借恶灵的力量猛话根本打不过 只能说着两人便开始了下一轮的硬碰命 院长丝毫不拒 呵呵就平 人哪 只见王命吃溜一个滑铲 从院长跨下滑过 下一秒撒鸭子就跑 打又打不过 傻子才跟你硬碰硬呢 解决危机的办法只有一个 拉上窗帘 终止鬼话 但当王命跑到窗户那才发现 我滴个青娘脸 窗帘呢 紧接着院长便来到了王命身后 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 但又有什么用呢 现在你一定很失望 很疲惫 很压抑 很煎熬 说着便准备一拳彻底解决王命 要么说反派都死于话多呢 此时王命灵机一动 指着院长的身后喊道 你们还愣着干嘛 快砍他呀 院长急忙回头看去 结果下一秒便被王命一拳偷袭 直接将气打进了墙里 王命趁机再次逃走 但恶灵车票只剩下不到一分钟了 自己恐怕真的要交代在这儿 此时院长仿佛一只壁骨 已经爬到了王命的头顶上方 此时王命已经避无可避 就在院长朝他扑来之时 王命突然想到了那个501房间 人后一脚便踹了上去 我倒要看看 501里到底藏着你什么秘密 院长一脸的慌张 不 你不能进 只见王命竖起一根中指嘲讽他 白白的您累 说着便哐当一声关上了门 与此同时 他的恶灵车票时间也在这时结束 王命劫后余生般大口喘得粗气 我受够了 真是受够了 但当他回头看到屋内的一幕时候 竟然发现里面还有另一个院长 难道这是院长还是护工的时候 院长的秘密到底是什么 神秘院长化身恶鬼的秘密究竟是什么 原来在long long ago 院长的母亲身患重疾 为了挽救母亲 院长四处借钱 他求了很多人 能借的钱都已经借了 就连高利贷都借了 可是母亲的病却始终治不好 院长知道 此时他的母亲就仿佛一个无底度 实在承受不住的院长 最终含泪将母亲活活闷死 而这一切正是501房间里的一段影像记录 看完这些后王命终于明白 原来院长就是司机口中说的那个姑娘 而杀害他母亲的凶手 就是他自己 这么说来 楼道里的女鬼就是院长的母亲 把自己的亲生母亲分尸丢在楼道里 院长是怎么下得去手的 王命百思不得其解 或许在欲望世界 离奇与布克斯一本就是常态 又是一晚过去 众人再次来到了敬老院的一口大厅集合 只不过这一次人数却没有减少 有过一次经验的王贵站出来说道 大家放轻松 根据我上次参加的经验 这回的挑战应该很快就要结束 因为院长也说过 他们的任务是每人负责三个房间 按照任务进度 今天照顾最后一个房间的老人之后 挑战就完成了 文言众人很是高兴 不过常贵也提醒他们 虽然完成挑战就能实现愿望 但是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与此同时只有亡命没有丝毫放松 真的会这么简单吗 就在这时院长抱着一个箱子出现 因为血液褪去 院长也变了回来 紧接着院长发布了最后一个任务 因为明天一早 进老院里老人的子女就会前来探望老人 他们的任务 就是在子女到来之前 给这些老人注射镇定计 让他们安静听话 等子女们看望结束 他们这次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说完一把将房间号撒了出去 不过院长还是提醒他 如果完不成任务 引起子女的不满 可是不可饶恕的过错 此刻就连王贵也都感到了不对劲 于是便将王命拉到一旁说道 我参加的上一场挑战 最开始挑战者将近五十个 但最后剩下的人 只有三个 王命听懂了 他们现在的存活的人数太多了 在欲望世界 幸存者是少数 全军覆没才是常态 现在还剩下这么多人 太反常了 明天是挑战结束的日子 也可能 就是他们生命结束的日子 这时王命也说出了一条线索 因为箱子是他搬进来的 他怀疑这批注射剂很有可能有问题 文言常规严重怀疑 院长是不是看上王命了 但只有见识过院长发狂后的王命才知道 昨晚的经历是有多惊险 同时他在根据昨晚他照顾的那个老人所言 这些注射剂汇要了他们的命 很明显 这次任务的坑就在这里 如果老人死了 他们的子女肯定不会放过他 这针根本就不能打 虽然这条线索没有印证过 不能保证百分百正确 但听院长刚才的语气 如果不给老人注射 说不定院长也会对他们这些人下手 事到如今 王命只能让常规将这些线索告诉众人 毕竟常规也算是老玩家 比较有说服力 至于他们是否选择乡亲 取决于他们自己吧 随后王命随后拿到一张房间号 205 门上的纸条写着里面的老人有精神病 需要全天用约束带绑住 否则会做出伤害自己 甚至伤害别人的事情 所以切记千万别解开 当王命进去之后 果然看到床上一位被捆住的老人 一见到王命便朝他疯狂大喊 下一秒老人直接变身 嘴里竟然吐出了一条十米长的舌头 该死 你跟他一样都该死 那么这一次 王命又该如何化解呢 七群老人被五花大绑在病床上 下一秒竟然吐出了十米长的大舌头 早有准备的王命一个闪身躲不过去 紧接着在老人吃惊的目光中 一把将捆绑带解开 没想到老人叫得更厉害了 王命心想这不是帮你解开了吗 难道是自己判断错了 真的不能松开这家伙 眼看老人一脸怒气地对着自己 王命急忙掏出恶灵车票打算胎干 结果下一秒 你踩到我舌头了 王命甘大一笑 随后急忙将老人的舌头一股脑全塞进老人口中 哈哈哈哈 误会 这都是误会啊 你慢点 好家伙还真是离谱 直到过了三分钟之后 老人这才恢复成了正常人模样 嘴里还不停说着自己是正常人 自己没有 王命就一直啊 对对对 这敷衍的态度让老人很是不满 你是故意这么说低 其实在你心里 还是觉得我有病 气得王命指着自己的心脏吼道 诽谤 你是在诽谤我呀 我连心都没有好吗 人怎么可能没有心 你神经病啊你 下一秒只见王命一把撩开自己的衣服 露出自己空荡荡的宽宝胸怀 不信你自己看 老人一看顿时来了兴趣 悠喝 小伙子 你这拉链挺别致啊 王命一气之下气了一气 这是冯和线 冯和线啊 老人叹了口气说道 哎 现在的年轻人 多不容易啊 见状王命知道老人对自己已经没有了恶力 于是便想试试看能不能套出更多信息 既然看了我的冯和线 那咱们可就是朋友了 随后王命便直奔主题 我亲爱的朋友 我一直想问 你刚说我跟他一样都该死 这个他 指的是谁 没想到此话一出 老人顿时面露争鸣 该死的家伙 我要杀了他 一定要杀了他 其实王命已经猜到答案 你说的这个他 就是你儿子对吧 文言老人彻底癫狂 杀了他 我要杀了他 眼看刚塞进的舌头又吐了出来 王命只说了一句话 你儿子已经死了 这一刻老人顿时停了下来 王命知道 他儿子果然是破局的办法 老人这才缓缓将舌头收了回去 他 他死了 怎么死的 王命回答他人都死了 再问这些又有什么意义 眼看老人平静下来 王命便开始询问老人 都说虎毒上不食子 你为什么这么想你儿子死 何况还是个毒生子 原来 有一年老人的老伴得了重品 医生说有把握就回来 但手术费需要八十万 老人原本是想把房子卖了 先把人救回来 结果他儿子说什么也不卖 结果到头来 一套房子比他亲妈的命还重要 老人越说越激动 这个不孝子终于死了 哈哈哈哈 发泄完之后 老人突然问王命 明天应该就是亲属探望的日子 王命不明白 为什么突然问起这 只见老人拍了拍 王命的肩膀说道 小伙子 你是个好人 我跟你告个别 咱们也差不多要说再见了 原来在老人的记忆里 每次有亲属来院里探望 这里的护工就会换一批 住在这里的老家伙也会少很多 这和以前的热闹 比起来冷清太多 就这样 血色进老院的第三夜结束 一日 一群子女们也都前来 看望自己的父母 结果他们却发现 自己的父母竟然都死 这些子女瞬间暴怒 说什么也要让这些护工偿命 这可把这些护工吓坏了 下一秒 无数惨叫和求救生 便响彻整个大厅 而那位院长 正在楼上静静地看着这一切 屠杀开始 万万没想到 杀害老人的竟然是他们的子女 与此同时一场大屠杀 正在血色进老院展开 这些子女化身各种妖魔果怪 不断地屠杀着那些护工 就连躲在二楼的孕妇都不放 眼看怪物朝孕妇扑了过去 幸好王命及时出手相救 此刻他已经使用恶灵车票的力量 因此王命必须在三分钟之内逃出这里 同时他也算是看穿了 这简直就是一场无差别屠杀 打针会死 不打针也会死 这就是个死局 此时孕妇也是有些体力不支 他不想连累王命 但男主偏偏就喜欢孕妇 说啥也不放弃 既然跑不动那就不跑了 王命转身来了个回马枪 一拳将追击他们的那些人轰飞 同时王命感觉自己恶灵的力量似乎变强了 但紧接着他便发现不对劲 恶灵竟然在吞噬他 可如果现在解开恶灵的力量 眼前的这些怪物绝对会瞬间要了他的命 原来恶灵一直在等这个机会 王命却是不信邪 他倒要看看 最后是他控制恶灵还是恶灵吞噬他 就在这时他看到了被怪物袭击的常柜 常柜拼此说出了最后的线索 是那些老人的子女们 这些子女 他们都希望自己年迈的父母早点死 而且从一开始 他们就没打算让这些挑战者活着离开这里 但王命也想到了一个可能 没有时间解释 王命拉着孕妇便朝目的地跑去 正是他曾经打扫过的203房间 当两人进去后的同时 王命的恶灵车票也刚好消散 王命知道 203房间的子女就在这群怪物里 于是便故意大喊道 你自己看看这些东西 因为你喜欢吃生肉 他每次都会留一份给你 可你却连来看他一眼的勇气都没有 留他一个人跟这些食物一起 慢慢腐烂 没照顾好他的不是我 而是你想要他死的人也不是我 是他亲手养大的你 果然 一名年轻人站了出来 就算是你说的那样又能证明什么 说是留给我吃 但东西呢 不是辣的就是过期了 他甚至还会把食物藏在兜里 恶不恶心 我就问你恶不恶心 这一番话直接气得王命清金报气 随后一把将一张纸条丢了过去 内容正是老人当初写给王命的 男人一愣 随后思绪便回到了小时候 那时候的他最喜欢吃生肉了 然而随着老人逐渐变老 虽然糊涂 但却一直记得自己儿子的喜好 但遭到的却是儿子无尽的嫌弃 接着王命又缓缓说道 虽然我不知道食物的保质期是多久 但我知道 最开始这些食物并没有腐烂 也不脏 只是在这个过程中 你从来没来过 直到现在 男人终于清醒过来 爸对不起 我来接你回家了 也就在这一刻 两人的身影开始慢慢消散 直至化作漫天星光消失不见 王命这才发现 自己忽略了一件事 那就是这个任务名叫哭泣的黄昏 而黄昏指的就是这些老人 黄昏 不该哭泣 也就在这一刻 怪物们纷纷停止了攻击 仿佛是在等待某种救赎 通关了通关了 王命终于解锁下一关 神明序列 就在刚刚 王命让一位老人与其子女成功和解后 随后他便打算将自己负责的另外两位老人 也通过相同的方法 让其兵士前嫌重归于好 那位健忘的老人很快就适人 但轮到那位被捆绑的精神病老人时 他的儿子却是不愿意 他可不想让自己的父亲杀了自己 毕竟当初他为了钱 放弃了救治他妈妈的机会 于是王命只能自己先进去 让老人的儿子在门外等着 王命直言自己欺骗了老人 他的儿子并没有死 但老人听完却是一点没有生气 不过王命又告诉老人 他的儿子虽然没死 不过也坚持不了多久 因为他的儿子病了需要移植心脏 但医院提供不了 文言的老人立刻表示可以用自己的心脏 随即老人解释道 其实当初妻子已经放弃了治疗 他不想因为自己的病拖累孩子 是老人瞒着妻子逼儿子卖房 只是没想到 儿子拒绝得那么枯端 事到如今他知道自己不可能离开这 现在唯一的心愿 就是将自己的心脏送给儿子 话音刚落大门突然被推开 只见老人的儿子 东的一生就跪在老人面前 此刻他已经完全知错了 然而老人其实早已释然又怎会怪他 就这样 孕妇云里也用同样的方式 解决了他负责的三个房间 只是这条关键信息得到的太晚 等王命他们回到一楼大厅时 其他挑战者早已躺在了血泊之中 就在两人以为通过了挑战时 院长突然出现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此时已经变成怪物模样的他 张牙舞爪的便朝王命冲了过来 但此时王命的恶灵车票还在冷却期 眼看院长一巴掌就要拍下 王命急忙从口袋掏出一瓶安眠药 一把扔了出去 郑重院长的面门 王命急忙解释 这是他从院长的501房间床底下找到的 至于为什么会有这瓶安眠药 原来当年院长的母亲并不是院长所杀 在那之前 院长的母亲就已经吃下了一整瓶的安眠药 院长文言也彻底陷入了疯狂状态 王命趁机拉着云离就开始跑路 片刻之后终于跑出了养老院 当他们再次回头发现 几行血字缓缓出现 树欲静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轻不带 别让黄昏哭泣 就像昭阳从不悲伤 血色敬老院 挑战结束 看俺两人这才彻底松了口气 然而就在这时一道身影在王命身后出现 同时将一张空白卡片递到了王命面前 正是此次的通关奖励 或者说是愿望 此时老王自然不会客气 随即写上 我要恢复所有器官 但下一秒字体开始消散 愿望竟然无效 王命那个器啊 什么意思 神这么抠门的吗 一个器官就算一个欲望 那我不管要回哪个器官 回去之后还不是得死 随后王命也是不幸了 什么活着成为世界首人 成为欲望世界的主宰 甚至还想成为硝烟 迎娶女王奈兰云 结果这些朴实无华的愿望 一个都实现不了 四个大字 我要活着 所谓的神 这次总该答应了吧 男人只是在医院拍个片 结果医生却发现 这货竟然没有内脏器官 原来王命通关血色养老院之后 许下了我要活着的愿望 同时还领悟了神明序列逻辑列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 但紧接着王命便发现 自己竟然真的活着回到了现实世界 与此同时 手机上欲望世界的游戏也缓缓消散 王命看着自己空荡荡的胸膛 心想自己没有器官 现在还算是个人吗 活着 好像又没完全活 回想起之前的经历 王命依旧还是有些搞不懂的地方 院长为什么要把他母亲分尸 还丢在楼道里 难道欲望世界里的事情 不能用正常人的思维来思考吗 所幸王命也不瞎想了 当务之急还是赶紧去医院拍个片看看 然而王命不知道的是 一道身影正在不远处观察着他的一举一顿 只见红发美女舔了舔舌头说道 在新世界 继续聆听神的地狱吧 与此同时欲望世界的敬老院内 院长已经恢复成了普通形态 同时她的母亲也出现在她身前 院长痛苦地跪在面前 妈我错了 我当时不受控制 但是母亲却是一脸的温柔 傻孩子 妈从来没有怪过你啊 是妈拖累了你 要不是 你也不会 然而下一秒鲜血蹦血 院长母亲竟然被砍成了碎块 随后一柄砍刀落到一只大手上 紧接着一个扛着大刀的恐怖身影出现 真是废物 男人愤怒地说道 健壮的院长早已吓得瑟瑟发 屠 屠夫 我已经帮你杀了很多人了 你为什么不能放过我 放过我母亲 只见那个名叫屠夫的怪物说道 你第一次的欲望是从亲情中解过 第二次的欲望是复活母亲 神不是都帮你实现了吗 虽说 是一块一块的 呵呵 说着还拎起了老人的尸体 谁叫你自己没说清楚 复活的母亲是什么样子 紧接着屠夫的大刀再次砍向老人 院长彻底崩溃 下一秒却被屠夫一把抓住 拎着院长恶狠狠地说道 如果下次还有人能活着离开这里 你们母女俩 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画面一转来到现实世界的一处医院内 王命正在排队等候 一旁一伙人的谈话引起了她的住 原来这些都是刘长归的家人 他们都在等待常规的归来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刘长归再也回不来了 很快医生便叫到了王命的名字 随着王命缓缓进入CT时 正在做检查的医生却是一脸的冷汗 那什么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 这机器好像坏了 你要不明天再过来 紧接着又解释道 机器拍不到你的器官 肯定是机器出问题了 不然你一个大活人 怎么可能没有器官呢 呵呵呵 王命一阵头大 好消息是自己狗活了下来 坏消息是 器官真一马没了 随后走在大街上的王命盘算 虽然没了器官 但吃饭喝水 吁吁 一切需要器官运作的东西 都可以正常进行 就是不知道那方面的功能还在不在 看着身边喜悦中心的广告 下一秒王命狠狠地抽了自己家嘴巴子 想什么呢王命 你是一个高尚的人 一个远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什么情 什么爱 男男女女的 不健康 边说边挠头往家走去 回头自己手动试试就知道 但王命依旧没有发现 一副包裹严实的长发女人 正悄无声息地跟在她的身后 仔细看去 女人脸上竟然布满了伤痕 这个女人到底是谁 这是一个建在坟场之上的别墅 需要24个活人住满10天 才能将身中的阴气消除 是的 王命刚出来就又进到欲望世界了 而且这次还是强制被带进来的 原来就在刚刚 王命正在用手机调查 和她同一批进入的参赛者 按照刘长贵所说 进老院的参赛者都生活在同一个城市 但欲望世界死亡率那么高 却从来没有失踪人口的报道 突然王命的老板娘打来电话 一招河东事后震耳欲聋 王命急忙解释自己做了个掏心掏肺小手术 自己差点忘了 现实世界的她还得打工打工打工 随后一路小跑朝网吧跑去 与此同时一座小巷内 两个混混正在欺负一个小女孩 只见小女孩手里抱着一只白色小猫 为了不让这两个变态继续虐待小洞 助遥表示自己可以把钱都给她 但两人却突然改了主意 今天劫色不劫惨了 说什么也要看看助遥的小白兔 眼看那双万恶的咸猪手朝助遥伸了过去 却被一道声音阻止 只见一个黄毛跑了过来 只不过下一秒便脚上一滑 直接来了个凭沙落艳势 两个混混也认得此人 正是经常被他们欺负的林玉书 见状二话不说上去就是一顿胖奉 但林玉书显然已经习惯 被打还不忘笑嘻嘻地说道 欺负一个小丫头多没劲 哥 要不你们打我 我可扛打了 真的 混混没想到对方还有这爱好 说着便开始拳打脚踢起来 一旁的助遥急忙求情 却不想这两个混混打了人 也不打算放过她 随后一脸恶狠狠地看向助遥 行啊 只要你自己拖了 我们就停手 嘿嘿 眼看助遥迟迟没有动手 两个混混对林玉书下手更狠了 善良的助遥实在不忍心 只能咬着牙流着泪选择妥协 两个混混这才一脸坏笑地朝住遥走去 这可把被揍了半天的林玉书给急坏了 感情自己刚才白白被揍了 就在这时王命恰好路过 只见他手持木棍 一副流氓剑了都要说是流氓的样子 原来是两只臭虫啊 别说我没给过你们机会 老子数到山 识相地赶紧滚 果然王命这副流氓plus模样 直接吓坏两个小混混 这一看就不是善茶呀 刚想要离开 只见王命露出一个迷人的微笑 温柔地说了一句 三 不跑 呵呵 那你们完了 两个混混都猛逼了 哥 哥你好像没数一二啊 下一秒王命直接动手 你再叫我做事 片刻之后 两个小混混鼻青脸肿地逃窜而去 林玉书也终于爬了起来 王命本想拉朱瑶起来 没想到朱瑶直接说出了王命的名字 原来王命曾经是朱瑶的学长 只是王命没什么印象 随后也没有过多停留 潇洒地转身离开 只留下一脸花痴的朱瑶 其实此时的王命也不知道自己该往哪走 就在他一脸迷茫时 一直跟踪他的那个女人突然出现 王命竟然觉得有些眼熟 但他也知道对方来者不善 手里悄悄掏出笔手 直到对方拿着武器朝王命冲了过来 他这才想起来 这竟然是自己刚进入欲望世界时 被自己一脚踢下车的售票员 突然王命感受到这一种熟悉的感觉 果然下一秒 王命便消失在原地 只留下一脸不甘的售票员 他也没想到在这个时候 王命竟然再次进入了欲望世界 下一秒 只见王命已经来到了一张摆满食物的长桌前 这下轮到王命猛逼又上脑了 先不说刚当的售票员 不是欲望世界的NPC吗 怎么会在现实世界中出现 然后就是自己怎么突然就进入了欲望世界 这玩意儿还能强制拉人的 太坑爹了吧 就在这时在座的一位丑团外卖员也是一脸猛逼 但也有人知道这个可以实现所有愿望的欲望世界 就在大家议论的不可开交时 其中一位少年突然发缓 并让众人看向自己的餐盘 文言王命低头看去 只见盘子中开始缓缓出现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他们所在的地方 是一栋建在坟场的别墅 因为阴气太重 需要24个活人住满10天才能将其消除 在这10天中 所有人可以随意在别墅内活动 任何东西 食物都可以尽情享用 但绝不能离开别墅 10天之后将开启大门 届时离开之人将聆听神的低语 而这一次的试炼名字便叫 伟大的可悲 紧接着所有人都开始慌了起来 只有王命已经开始思考 坟场 可悲 有这种关键词 看来这次的挑战主题很难不在阴间了 突然一道声音引起了王命的诛 诸位莫慌 咱们现在的情况其实并不差 王命这才发现 说话的竟然是自己白天刚救过的学弟学妹 他们三个 竟然同时进入欲望世界了 丑团外卖小哥怎么也没想 自己只是开个玩笑 竟然真的有真子从电视里爬了出来 原来就在刚刚 王命再次进入欲望世界 只不过这次是被迫进入了 同时进来的还有他刚在现实世界救下的学弟学妹 王命没想到 这欲望世界还能连击 与此同时外卖小哥都快急哭了 咱们都住坟场上了 这情况还不够差吗 林玉书则是不急不慌地说道 此言差也 你们想啊 这么豪华的大别野 咱住过吗 这么丰盛的美食 咱吃过吗 在这每每住个十天 最后还能实现心中的欲望 这不香 哎呀真香 外卖小哥闻言一想 也是啊 反正也出不去了 事已至此 还是先吃饭吧 众人闻言也都觉得有道理 王命也没看出来 这小子还挺会调节情绪的 然而就在众人愉快地享受美食时 王命却是借口离开 没办法 典型的血色敬老院后遗症 随后王命便开始检查这栋别墅 首先是大门 虽然锁死了 但采光还不错 还有一股淡淡的花香 一楼主要分为客厅 厨房 餐厅和茶室 二楼有健身房 电脑房 书房 衣帽间 以及几间大小不一的卧室 三楼有一个种满植被的阳光房 一个杂物间 一个寝房 一个堆满各种娃娃的房间 剩下的都是空置的房间 可以助人 就在王命检查完这一切回来之后 他发现这些人吃饱喝足后 竟然聊得不意乐乎 房间内充满了欢声笑语 王命见状都无语了 真是见鬼 难不成这才是欲望世界的正确打开方式 突然外卖小哥一脸恐惧地指着电视说道 你们说 一会电视里不会爬出真子吧 文言一旁的祝瑶急忙缩了缩身子 身子 不 不会吧 这一幕顿时引起了其他人的一阵嘲笑 哈哈哈哈 哥开玩笑呢 看来这小妹妹胆子很小了 挑战还没开始呢 这就被吓到了 林玉书更是拍着胸脯安慰的 祝瑶别怕 有我在呢 真子要是敢爬出来 我就大喊菊花怪 然而发音刚落 屋内突然传来一阵剧烈的震怼 大厅内的水晶灯也开始不停地晃动起来 但是他们没注意到的是 电视机突然发出滋滋的声音 随后屏幕也从雪花变成了一口井 众人发现后一脸担忧 这不就是电影中的那口井 真子不会真的从井里爬出来 就在这时电视画面再次变成了雪花 众人这才松了口气 嗨 原来是信号不好 大家就是自己吓自己 哪有什么真子 但是美女的话音刚落 一只大手便从电视中伸了出来 下一秒真子竟然真的爬了出来 众人急忙慌不择路 但是离电视最近的一位美女就没那么好用 还没来及跑就被真子掐住了脖了 随后在美女惊恐的眼神中 居然直接被真子扭断了脖子死掉 见状众人纷纷逃窜 只有王命依然冷静的一批 随后只见王命一把将电视电源给关了 与此同时真子也停止了攻击 真子也开始慢慢消散 众人见状也安静了下 他们没想到王命竟然这么机智 只要关掉电视就行 事后王命一脸无语的朝外卖小哥吐槽了 兄弟 你的嘴巴开过光吗 小哥也是惊魂未定 我也不知道啊 林玉叔的脑回路也是比较大 话虽如此 但你说真子 真子就到还是很可疑啊 谁知道你是不是有什么言出法律的能力 毕竟在欲望世界 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快 你快对我说我的貂蝉在腰上 证明一下自己 没想到下一秒小哥竟然真的喊不出来 眼看没有事情发生 林玉叔表示可以确定了 小哥没有言出法律的能力 王命一脸黑鲜 这都行 同时有些玩家也开始担忧 这么快就死了一个人 这十天咱们可怎么熬啊 一名蓝发美女玩家蒙宇年则是比较冷静 一开始死亡率往往是最高的 只要找到机智避开 就不会有危险发生 但还是有人担心的说吧 可 可我记得只要看过影片的人 最后都会死 文言王命也说出了自己分析 也不一定 如果机智跟电影里的一样 那刚才我关电视影 见状梦女年突然想到 真子是樱花国电影里的狗 刚才我们已经见到 那接下来 会不会还有猎口女之类的怪物出现 就在这时一道声音突然响起 我美吗 经过猎口女的都知道 当她问你自己美不美时 你的回答必须是美 原来就在刚刚众人发现 只要在这里说出口的怪物名字 下一秒怪物就会真的出现 然而有人竟然故意提到猎口女 她只是在试探 亡命警惕地看了一眼身边的女人 其他人见状也是慌忙逃窜 朝着楼上跑去 不过依旧还是有个别跑得慢的倒霉感 面对恐怖的猎口女 男人早就被吓破了吧 竟然回答不知道 闻言猎口女抡起手中的大锦刀 下一秒男人便被一刀两断 之后猎口女不但没有消失 居然又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 众人纷纷逃进了房间内 亡命也寻到一个房间躲了进去 紧接着趴在门上警惕地听着门外的动静 随后拿出自己那张恶灵车票 一旦猎口女进来 她就只能选择干一把了 哥 突然身后一道声音响起 差点没把王命的魂给吓了 原来她的学弟学妹也恰巧躲在这里 那个 哥 别紧张 咱们应该会没事的 王命不明白林玉书所说的应该是什么意思 林玉书则是指着王命手中的恶灵车票说道 哥 没猜错的话 这是你在之前游戏中获得的道具吧 我在以往的游戏中也获得了一种特殊能力 他的名字叫幸运 王命试探性地问道 特殊能力 你是说神明序列 文言林玉书立刻两眼放光 哥 我一眼就看出你不是 呸 我一眼就看出你就不是一般人 没想到你还知道神明序列 没错 幸运就是我的神明序列 所以跟你大可放心 跟我一起的人 都会受到幸运的庇护 二楼这么多房间 咱们是绝不会被猎口女盯上的 结果下一秒 他们所在的房间门便被敲得砰砰坐下 我美吗 我美吗 王命指着林玉书就是一顿疯狂输出 幸运是吧 老子真是信了你的邪 我看是没认还差不多 林玉书刚想解释这一定是个意外 然而下一秒 列口女便破门而录 我美吗 呵呵呵 让我把你们变得跟我一样美吧 一旁的祝瑶都快被吓哭了 眼看列口女就要冲过来 王命只能掏出恶灵车票 紧接着身后便出现一道恶魔生意 看来只能硬上了 面对列口女的不断询问 王命缓缓抬起右手回答道 你很美 但下辈子 别长这么美了 下一秒 王命直接按住列口女的脑袋 狠狠地朝地面砸了下去 巨大的力量 直接将整个别墅都震得一阵晃动 此时被恶灵附体的王命 已经变得异常暴躁 拳头不停地朝着列口女咋去 没 没 没死了 你没死了 哈哈 此时其他人也围了过来 虽然此刻的王命救了他们 但当他们看到王命身后的魔鬼虚影音 竟然觉得王命比鬼还可怕 文言林玉书直接就对了回去 你才是魔鬼 你全家都是魔鬼 有我哥们在 区区列口女算什么 就算暴君来了也照样捶 一旁的祝瑶疑惑地问道 什么是暴君呢 小妹妹 暴君你都不知道 也是 你这个年纪 应该没看过生化威 结果话没说完 就被林玉书一把捂住了嘴巴 我忘了这茬 咱们不能说呀 按照之前的规律 只要说出对应的鬼怪 鬼怪就会出现 但是为时已晚 下一秒黑暗中 便凭空出现了无数怪物 此时王命刚捶完完裂口女 结果起身一扭头 便转脚遇见了爱 获得法 王命一拳就是捶了上去 然而越来越多的怪物 朝王命袭来 众人见状再次开始逃窜 只有林玉书和祝瑶留了下来 打算帮助王命 只见林玉书捡起一块碎木桶 同时发动自己的神明序列能力 幸运 下一秒便朝着怪物方向扔了过去 竟然打算给怪物抱个头 这下可好 不但没有对怪物造成丝毫伤害 还成功地拉到了仇恨 所有怪物全都朝林玉书这里冲了过来 好在王命拎着半截大剪刀就追了上来 千军一发之际将两人救下 随后更是拉枯催朽将其余怪物解决 完事之后王命擦着脸上的血迹说道 从现在开始 谁也不要提鬼怪的名称 任何鬼怪都不要提 昂得斯弹 画面一转 彭一时间的现实世界 一辆哈雷急驰而过 随后停在了王命当初消失的地府 摘下头盔后竟然是一位哇塞小姐姐 紧接着耳机中便传来了一道声音 小婉 你那边有什么发现吗 少女拿着仪器检测了片刻之后回答道 人已经进入欲望世界了 根据现场的残留波动 这边应该是强行拉入 同时他还惊讶地发现 这里似乎还出现过欲望怪物 文言耳机中也传来了焦急的声音 什么 我现在就派人封锁周边区域 你自己小心点 我马上就过来 这名神秘少女到底是谁 男人终于开始研究自己的神秘序列了 原来当当蒙宇棉居然提出 要把其余玩家全部清除的计划 王命立即怒斥他这不是游戏 而是屠杀 但蒙宇棉根本就不在乎 那又如何 这里是欲望世界 没有现实世界的法律约束 我有线索你有力量 联手速通才是最正常的选择 王命文言不禁回想起 在公交车上认识的云离 接着他就再次开口 你说的没错 这里没有秩序 更没有法律的约束 为了活下去 实现自己的欲望 任何疯狂的事都有可能发生 蒙宇棉剑王命认同自己 立即伸手大笑 没错 没有什么比或者更重要 当王命下一句 却让他呆愣当场 但我们是人类啊 哪怕这个世界让勇敢者横死 仁慈者杀戮 求生者绝望 哪怕人性的自私与残忍 多于灵魂的波澜壮阔 但我们都是人啊 我不知道这次能不能活着离开 但我知道 我的人性不该淹没在这里 所以抱歉 我拒绝你的提议 蒙宇棉立马就被气得咬牙切齿 你真是太幼稚了 在欲望世界 仁慈是最可笑的东西 或许你觉得自己实力很强 可以安全离开 让神实现你心中的欲望 但你那两个队友呢 你有信心让他们活下去吗 可没想林书玉却呵笑道 义父的选择就是我的选择 我也不想害人 蒙宇棉没想到二人居然不为死亡 当即就气急败坏 你们疯了 而王命也懒得跟他废话了 我知道你是想和我互相利用 为了表示感谢 后面我会还你一条线索 但合作就免谈了 说完 王命就狠狠地将房间大门给关上 蒙宇棉没想到自己居然会被拒绝 他不由被气得咬牙切齿 一群疯子 你们这是在找死 但王命却对此不以为然 王命却没打算如实相告 我叫王命 如你所见 是一个正常的人类男性 接着他就连忙转移话题 根据之前的情况来看 只要所有玩家都不说出鬼怪的名字 我们就是安全的 趁现在没有危险 抓紧时间休息吧 我手前半夜 转眼夜幕就降临了 目前任务已经开始了13个小时 林书玉和助遥此时也进入了熟睡状态 而王命却觉得有些无聊 打算趁着有空研究下他的神明序列 他的神明序列名为逻辑炼强化一级 王命没想到神明序列还有等级 强化精神体制力量这些都好理解 神次等级又是什么东东 然而就在这时 一阵哒哒的声音忽然从门外传来 王命立即就发现是隔壁房间传来的脚步声 王命不禁暗暗分析 开门的声音 隔壁不是没住人的娃娃房吗 被惊醒的林书玉连忙询问 义父 刚才那是什么动静 王命果断凑到门口准备一探究竟 听声音 这是已经走到了自己的门前 可透过猫眼他却什么也没看到 但诡异的声音却依旧在响起 王命顿时一惊 门外没人 那是什么东西在敲门 而被吓尿的林书玉连忙出声提醒 义父 门缝 王命连忙趴在地上一看 就发现一个王偶站在房门之前 接着一颗眼珠就从王偶身上弹了进来 就这么水灵灵的来到了王命眼前 恶灵许下诺言让男人变得更强更持久 但他连想都不想就直接拒绝 就在刚刚 一颗从王偶上掉落的眼珠子 突然滚到了王命的面前 不过王命没有被吓到 反而是林书玉怕得不行 于是王命就比一道 你的神明序列真的是幸运吗 这么多房间 为什么偏偏怪物先找上的是我们 心情烦躁的王命说完 就直接一脚将那个眼珠子踩爆 下一秒 房间门立马就响起急促的敲门声 就连熟睡的助遥 也被这动静给惊醒了 接着房间大门就骤然被破开 但门外只有一个小小的身影 可是那道身影却散发着极度诡异的气息 仔细一看 那身影居然只是个破旧的女娃娃 林书玉这下彻底慌了 义父 怎么办啊 但王命没说话 而是揉了揉手腕 接着他就骤然抱起 朝着王偶冲去 而那个娃娃也同时动了起来 王命在冲出的瞬间 果断动用恶灵车票让恶灵附体 力量聚增的他紧紧一拳 就把那个娃娃给打爆掉 但门外却不断想起动静 更多的娃娃朝着屋内疯狂涌来 王命没想到居然还有 但也只好再次挥舞拳头 跟那些诡异娃娃开始了缠斗 甚至还有一部分玩偶席向了林书玉 不仅如此 门外忽然探出一只玉手 然后传出一道凄厉的女声 我美妈 王命闻声立马就愕然了 这货怎么又出现了 来者赫然是不久前被他消灭的真子 以及好不容易才干掉的猎口女 而此时别墅的走廊中 情况也不容乐观 整座别墅的走廊已然遍布了可怖的鬼秘 宛若白鬼夜行 一时间 别墅内就不断传出挑战者们的惨叫声 陆续开始有玩家丧命 而王命这边 则是借助恶灵附体的力量再次解决掉猎口女 但接连的战斗 也让王命感觉很疲惫 他不禁感到压力陡增 怎么会出现这么多 到底是谁触发的机制 这样下去我可顶不住啊 而恶灵却在这时发出交易邀请 只要和我达成交易 我就赐予你更多的时间和更强的力量 眼下的危机自然迎刃而解 但王命却直接无视 谁知道交易结束后我会变成什么东西 趁虚而入的老灯 没有你我照样能活下去 而热灵附体的三分钟持续时间也到了 林书玉立即就发现王命的技能进入CD了 虽然他拼命催动自己的神明序列 但却没有任何反应 只因幸运属于被动技能 无法主动使用 眼看自己就要丧命在鬼秘的手中 他的脑海犹如走马灯一般想起自己的童年往事 原来他的父亲是个毒狗 每天回家都毒打母亲拿钱 但年幼的他却没办法阻止 甚至有一天母亲在回家的途中被一群小混混欺负 可他父亲为了50万就拿着谅解书逼迫母亲签下名字 但这一切都是因为欲望游戏 神用这种方法让父亲获得了50万 之所以林书玉想毁掉欲望世界 就是这个原因 这一刻强烈的信念再次涌上心头 王命也察觉到他的变化 你小子能力要生效了吗 而林书玉的信念似乎引动了神明序列 他此刻感觉自己已经燃起来了 男子终于发现神明序列的使用方法 居然可以令自己获得了远超恶灵附体的力量 就在刚刚激活神明序列的林书玉 虽然一拳就打飞了扑来的丧尸 但周围的丧尸很多 再次朝他袭来 不过现在的他战力已经飙升 这些普通的丧尸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很快林书玉就被丧尸群包围 不过他却丝毫不慌 反而很有自信 眼看树枝丧尸再次飞扑而出 林书玉正准备出手一搏 但两只王偶却忽然拽住他的腿 他猝不及防立即就直挺挺的倒地 眼看丧尸群已然走到了跟前 林书玉瞬间不淡定了 救命啊 正准备出手的王命忽然惊讶的发现 助妖居然先踏一步 拿着棍子替林书玉当下了丧尸 尽管他现在害怕到眼泪都溢出了 也不曾向后退去一步 只因林书玉曾经帮助了他很多很多 很快二人就被丧尸群缠住 王命也感觉这样下去迟早完蛋 但他不知道神明序列怎么用 难道要像林书玉一样喊出来吗 没办法的他只好大喊一声 生效啊 逻辑炼强化力量 因为我很强 所以我的力量成倍增长 结果却显示逻辑判定不成立 王命连忙又说 因为我经常锻炼身体 所以我的力量极为强大 而这次的逻辑判定居然通过了 只见王命身上骤然爆发出一股强横的力量 随手踢飞的门板就将丧尸给击飞 这番强横的表现 他终于明白逻辑链的用法 比起恶灵车票 这股力量更加澎湃且强大 他感觉现在自己强得可怕 他仅仅只是一拳就能轰碎丧尸 力量得到了巨大的增幅 不过丧尸根本就刷不完 但王命现在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只见他在半空骤然一拳 拳头轰下的瞬间爆发出一道璀璨的金光 所有在屋内的丧尸尽数被秒杀 不过王命此时有点担心二楼的情况 他在赶到二楼后 就发现那些挑战者各自拿着道具抵抗鬼秘 王命也放下心来 有他们扛着 自己现在就可以专心对付那三个强大的鬼秘了 这一战 足足打了一个通宵 直至太阳升起 白鬼夜行才宣告结束 别墅一楼只剩下几个有道具的玩家 24个人 只剩下10个 而王命直接表示林书玉的幸运能力似乎没用 但林书玉却不这么认为 也不能这么说 遇到你 就是我的幸运了 于是王命就询问神明序列是否有反噬或者代价 林书玉也如实相告 不管是神明序列或者欲望道具 使用都是有代价的 不过我也分不清幸运的代价是什么 也或许我走没运就是代价吧 王命文言不禁陷入了沉思 幸运的代价是没运 结合之前发生的事似乎也能成立 而林书玉也很好奇王命的代价是什么 而王命也不藏着掖着 我解开能力后 一只没死透的丧尸立马咬住了我的腿 那么多人天天就咬了我 但幸运的是 那丧尸碰巧没有牙齿 我也就没什么事 林书玉立马发现了关键 所以你怀疑是我的幸运抵消了 你使用能力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吗 王命则点了点头 根据昨晚的情况判断 逻辑链的代价似乎是某种意外 而这个意外 正好可以被你的幸运规避 文言 林书玉顿时就露出了笑意 如果是这样 我们岂不是天生的队友 而就在这时 蒙宇玉忽然扛着大电锯找上了门 男人经过一番仔细分析 终于找到揪出内鬼的方法 原来刚刚蒙宇玉主动找上了王命 并向他坦白自己的一切 我叫蒙宇玉 这是第三次进入欲望世界 我的电锯是欲望道具 神明序列是先知 第一次进入欲望世界 我复活了我死去的孩子 但他变得很可怕 每天都要吃新鲜的生肉 第二次我的欲望 是让他变回正常人 欲望实现了 但没多久 他又患上了白血病 这一次 我想让他的身体变得健健康康 只要我完成这场游戏 一切都会好起来 接着他就忽然跪下哀求 我的底牌都告诉你了 我知道我很自私 但我是一位母亲 为了孩子 我没得选 昨晚的事情你也看到了 已经死去了这么多人 如果再不解决内鬼 下一次我们能不能熬过去 谁也无法保证 求你 我们联手 只要干掉他们所有人 就能一起结束这场噩梦 不过王命反而询问一句 你说 你的神明序列叫先知 蒙宇玉立马就连连点头 不错 所以我才能知道内鬼这个关键信息 但王命却直勾勾地盯着他 那我怎么能确认 那个内鬼不是你呢 虽然你的理由很充分 一个母亲为了孩子 的确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 但你的嫌疑并不能排除 毕竟那个真正的内鬼 就跟你一样时时刻刻 都想要干掉其他人 这个说法合理吧 蒙宇玉文言便摇摇晃晃地起身 说到底 原来是你不相信我 王命却摇了摇头 不 我的初衷并没有改变 我拒绝通过屠杀来通过这一关 否则我早就把你们全部干掉了 你们之间没人是我的对手 不是吗 蒙宇玉文言便微微点头 然后沉默地转身走人 林书玉健壮不由低声询问 那女人会不会自己动手啊 王命则冷静地分析 不会 之前她不敢独自动手 是她其他玩家当中有狠角色 昨晚过后 她知道那个拿西瓜刀的人 比她差不了多少 我们不和她合作 她就更不敢动手啊 接着她就开始暗暗思索 如果刚才的猜测没问题 那接下来只要和林书玉绑定 就可以利用她的神明序列 避免被恶灵吞噬 随后她就示意林书玉去找找线索 毕竟她又幸运加持 说不定能找到关键的线索 王命很认真的表示自己没有开玩笑 上一次她就是通过各种零散信息拼凑之后 规避了危险才完成了挑战 但这一场伟大的可悲截止到现在 除了蒙宇玉提供的内鬼这条信息之外 可以说什么线索都没找到 而且现在距离任务结束还有九天 而林书玉临走前还不忘示意祝瑶以后 不要再犯傻挡在她的前面 然后从身上拿出一柄刚找到的踢骨刀给祝瑶防身 祝瑶在接过踢骨刀后便连连道歉 而王命也在这时出声打断 现在有一件事让我最担心 昨晚出现的怪物明显比白天要厉害很多 就拿猎口女举例 白天我用恶灵的力量就捶死了她 昨晚逻辑链的力量明显要强于恶灵很多 对付猎口女反而更加吃力了 我推测 鬼怪的强度会根据时间或出现次数而增强 这个挑战到了最后 就算是我也不一定扛得住 之前我们推断鬼怪出现的机制 跟说这个行为有关 如果这个机制成立 或者说为什么不直接弄个更可怕的东西过来 把我们全给答了 所以我认为这个机制已经站不住脚了 我有个办法 可以在不干掉其他人的情况下 找出内鬼 或者说找出鬼怪出现的真正原因 然后他就示意祝瑶先回避一下 见王命要瞒着祝瑶 林书玉联邦表示他是善良的人 并且他还经常在学校里面遭同学欺负 还有他的继父很坏 总是欺负他 而王命则表示自己并不是排挤他 让他离开只是想证明自己猜测的必要一环 其实昨晚他首页的时候 就偷偷说了一个鬼怪的名字 当时他只是想试下机制 万一真出现他也有把握解决 但直到现在 这个鬼怪都没有出现 所有他推测鬼怪出现的真正机制 是要在内鬼或某个特定的人面前提到鬼怪 虽然蒙宇玉当时排除了他们三人的嫌疑 但万一内鬼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内鬼呢 接着他就是以林书玉说出一个鬼怪的名字 林书玉也不废话 直接就大喊比先 结果屋内却毫无动静 什么都没发生 王命感觉这个办法有用 于是便让他再多喊几个试试 结果林书玉一连报了十几个鬼怪的名字 却什么都没有出现 找到了方法 王命便开始行动 接下来去找一间空屋子 把其他玩家都叫过来 一个一个试 就让我来会一会这个内鬼吧 这个可爱单纯的女孩居然是内鬼 不仅妖魔鬼怪因他而生 甚至只要解决了他 似乎就能通关欲望世界 就在刚刚 王命想到了找出内鬼的方法 于是林书玉就把所有人叫到了门外 并且跟他们交代清楚 随后林书玉就询问王命 助遥不用事吗 但王命却反问他 以他的性子 你觉得他当到了内鬼吗 而第一个进来的人竟是蒙宇棉 为了不杀人 你还真的是费尽心思 希望你这个办法能起作用吧 王命不禁感到有些意外 我还以为你会有意见呢 蒙宇棉却微微一笑 没有人天生残忍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罢了 为了保险起见 王命再说了一遍规矩 在我面前爆出鬼怪的名字 我会同时复述给你听 如果鬼怪没出现 则你不是内鬼 进入这个房间之前 和离开这个房间之后 不要与任何人聊起鬼怪的名字 接着那些挑战者 陆续开始进入到 王命的屋内开始测试 一番尝试后 别墅中没有任何变化 众人不禁猜测着办法行不行的通 难道内鬼根本不在我们之中吗 就连王命也感到有些犯难 接着他就让助遥进入房间 然后就询问助遥 我们之前的推断 林书玉都告诉你了吧 我没记错的话 丧尸第一次出现的时候 林书玉提到了暴君 接着又有玩家提到了生化危机 你不知道什么是暴君 但你知道生化危机 是有关丧尸的电影对吧 助遥立马就惊慌道 王命哥哥 你怎么直接把鬼怪的名字说出来了 下一秒 屋外就传来惊呼 卧槽 丧尸来了 那个小姑娘是内鬼 只见外面的丧尸群忽然凭空涌现 开始席向挑战者 这一幕令助遥脸色瞬间惨白 她不禁浑身颤抖道 我是内鬼 我不是 我怎么可能害人 我不是 王命哥哥 我真的不是内鬼 王命健壮不禁深深的叹了口气 我知道 其实我早就开始怀疑你了 只不过没有证据 我自己也不愿相信 但现在 我基本确定鬼怪出现的机制了 一开始 有人提到了真子 你知道真子的故事 或许还看过这部电影 所以真子出现了 接着蒙语棉故意提到猎口女 恰好你也知道猎口女 于是猎口女也出现了 最后是林书玉提到的暴君 你不知道暴君是什么 只知道丧尸 所以出现的是电影里的丧尸 至于昨晚的白鬼夜行 当时你和林书玉在睡觉 守夜的人是我 虽然不知道你梦到了什么 但我看到了你的害怕与挣扎 你睡得并不安稳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鬼怪的出现方式 不仅限于你想到了什么 包括你梦到的东西也会出现 只是你没发现罢了 面对种种证据 猪妖无法反驳 泪水止不住地流了出来 她狠自责自己害死了大家 王命连忙上前安慰她 不要自责 现在你是我们活下去的关键 别想那些东西 接着王命就心头一突 不好 我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之前祝妖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内鬼 因此不会去想那么多 只会前一幕话中去遵守规矩 而现在 就算王命不说 祝妖还是会控制不住去想那些可怕的怪物 仅仅片刻功夫 门外就传来求救声 我们要顶不住了 接着蒙宇棉就拿着电锯破开大门 然后直接大喝一声 内鬼就是她 杀了她 一切就都结束了 眼看大电锯就要砍下 祝妖的身后突然出现一团团发丝 缠绕上了蒙宇棉的电锯 然后瞬间将大电锯脚断 紧接着一只恐怖的女鬼就出现在祝妖的身后 但祝妖并不能控制她 随后女鬼就往旁边一撇 又对着林书玉发起攻击 祝妖见状连忙大喊个药 谁也想不到 怯懦的女孩在这一刻终于勇敢了起来 原来祝妖没想到自己居然是内鬼 并且她所创造出的鬼怪正在屠杀其余的人 王命连忙出声提醒 祝妖 想想开心的事情 但祝妖愣了愣 开始拼命回想 但结果却发现 自己根本没有开心的往事 她的脑海中全是各种痛苦的回忆 只见一个星红的漩涡骤然出现 然后探出一只巨型的鬼手 在看到那猙獰的三眼鬼怪后 林书玉立马惊呼出声 这是祝妖的继父 这些不是欺负祝妖的那些人吗 而祝妖不断地发出惊叫 整个人已经慌到了极点 王命也没想到她不光能找出鬼怪 还能创造出鬼怪 祝妖真正害怕的不是丧尸之类的鬼怪 而是鬼妇 是霸凌者 王命知道他们才是恶的根源 不出意外的话 这些东西比猎口女还要难对付 眼看鬼妇伸出大手朝自己袭来 王命连忙往后一跳迅速拉开距离 但她却知道现在是跑不掉了 哪怕祝妖不想让这些鬼怪害人 但潜意识里这些东西本身就是可怕的 没有办法 王命只好准备硬钢 而门外的挑战者们已然开始慌忙逃跑 鬼妇一出手就抓住了蒙雨棉 并且很干净利落地扭断了她的脖子 而林书玉也被丧尸群颈追 不断大喊救命 祝妖不断捂着脑袋喃喃自语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每次都是这样 为什么是我 我做错了什么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原来小时候祝妖经历了一场车祸 她的父亲在那场车祸中丧命 而她的母亲在不久后就再昏了 她本以为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 但没想到继父确实一个禽兽不如的家伙 每天都借着各种理由接触自己 就算她逃回到自己的房间 也没办法躲避监控的监视 她感觉自己简直就是堕入到了更深的地狱中 终于有一天 在继父表示要帮她搓背的时候 她割开了手腕选择了自尽 不过也因此接触到了欲望游戏 祝妖不知道那些霸凌者 会不会为此感到愧疚和后悔 愧疚当初如此欺负一个女孩 后悔将无辜的她推入深渊 但她却坚信他们永远不会 多年以后这些恶行只会被他们遗忘 而她却将永远记得 这些伤永远也不会愈合 一开始在旁观人眼中 她遭遇了霸凌 但时间一久 这些人就习以为常 甚至开始在她身上找问题 你为什么要惹她们呢 你为什么不告诉老师呢 为什么不报警呢 为什么你还在这个学校呢 所有的这一切 祝妖从来都没原谅过 她只是累了 所以就算了 但这并不代表她全都忘了 愤怒的情绪瞬间爆发 强烈的怨念不断涌出 眼中透露出坚定的祝妖 一字一字道 我不是天上就该受欺负的 这个冷静的男孩 居然想要通过神明复活他人 就在刚刚 祝妖回想起被霸凌的经历 瞬间进入黑化状态 而被她创造出来的鬼怪 也更加疯狂 林书玉和王命立马 就发现了不对劲 林书玉更是快支撑不住了 王命连忙拦住鬼怪 向着祝妖大喊 祝妖瞬间就被这一声 叫唤给惊喜 第一次和王命相遇的 回忆随之浮现 原来当初王命帮祝妖 打跑了几个骚扰她的小嘎嘎 而且她还让祝妖以后勇敢一扁 以后要是还有人敢欺负她 就爆出她的名字 王命 而王命知道 这场欲望挑战 根本就不是用武力能横推的 眼下林书玉已经快要被鬼怪干掉 现在自己唯一能用的 就只有恶灵撤票了 这种局势 就算被吞噬 王命也只能使用撤票了 可就在这时 鬼父在冲到王命跟前后 忽然消散了开来 随之消失的 还有大厅内的其余鬼怪 林书玉和王命 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可当他们望向助遥后 就明白是他用自裁的方式救了大家 他呼的流出两行泪水 向王命询问 王命哥哥 我还是很勇敢的 对不对 此话一出 林书玉和王命都瞬间呆愣 完全说不出话来 说完 助遥的身体就向后倒去 整个人的生机随着消散 成为了一具冰冷的尸体 王命连忙散去神明序列的能力 然后快步朝着助遥的位置走去 他才刚走出两步 天花板上的吊灯就砸到了他刚才的位置上 王命不由在心中暗道好险 刚刚差点就被砸死了 原来是因为林书玉的幸运庇护生效了 接着林书玉就跑到助遥身边不断呐喊着他的名字 想要通过幸运的能力挽救他 然而事与愿违 这一刀很深很深 伸到助遥的身体已经开始变了 伸到幸运也无力回天 林书玉瞬间就陷入到了痛苦当中 为什么是他 为什么我的神明序列是幸运 而身边却近是不幸 助遥死了 其他人也都死了 一时间 林书玉就陷入到了痛苦当中 好伴想后他才咬牙切齿地询问 你说这是唯一的办法吗 本来 是不是还有别的办法可以通关 而王命也不由叹息一声 或许吧 但我们坚持不到那个时候 助遥不想伤害我们 不想伤害任何人 但人的思想控制不了 所以他 选择了一条进路 你还记得这里最开始的样子吗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个场景从一开始 就是由助遥的内心世界构成的 这里本应该是他的城堡 林书玉也忽然开始述说 你知道吗 其实我和助遥已经做了很久的朋友 他跟我说了 以前也有一位学长帮过他 他有听那位学长的话 鼓起勇气面对生活 这才坚持到今天 那就是你 王命学长 王命不禁有些忧伤的为助遥闭上双眼 本被遗忘的一件事 此后再也无法忘记 助遥 没想到我们是以这种方式再次相遇 但是别难过 他还有机会 林书玉闻言脸色瞬间骤变 你说什么 你该不会是想让神复活他吧 男孩再次聆听神的低语 这一次他们许下的欲望 却是想要复活死去之人 就在刚刚 助遥为了停止群魔乱舞选择了自财 但王命却想通过神来将其复活 林书玉立即表示这绝对不可以 通过这种方式复活的人根本就不是人 助遥是个善良的人 如果让他复活 那他的灵魂永远得不到安息 他不会想用这样的方式活下去 那样彼此还痛苦 王命则严肃地解释 你说的没错 有关欲望复活的事情我也听说过 那时我就在想 以后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去复活某一个人 但是别忘了 现在我们有两个人 我们可以让神实现两次欲望 林书玉 你愿意放弃自己原来的欲望 帮助助遥吗 林书玉立即表示自己愿意 在所有怪物消散 接下来的时间 没有任何危险发生 别墅里的食物和水储备足够 只是在经历了那么一档子事后 王命与林书玉过的 却是从来未有过的煎熬 在游戏开始十日后 别墅迎来了一场暴风雨 而别墅的大门也在这时骤然打开 只见一个手拿大砍刀的屠夫 缓缓地从大雨中走了进来 望着来者不善的屠夫鬼秘 王命立马就掏出恶灵车票准备硬钢 他并不知道眼前这有着巨大压迫感的玩意到底是什么 接着就传出屠夫的冷笑声 伟大的可悲 伟大吗 用自己的死成全别人 在我看来 这简直就是个笑话 真没想到你们两个运气那么好 居然真的能遇到这种天大的笑话 王命文言立马就出声赤鹤 你笑什么 在我看来 这件事之所以会成为你眼中的笑话 是因为你身上的可悲 因为可悲 你无法感同身受 自然会觉得这是一个笑话 所有伟大都源自平凡 所有荣耀皆始于微光 可笑的是你 而不是别的 话音刚落 屠夫立马就将大刀爆砸在地上 然后冷哼一句 小子 不怕我干掉你吗 但王命却露出一副丝毫不惧的表情 屠夫见状不由冷笑一声 原来你已经发现了 你早就知道因为欲望世界的规矩限制 我无法伤害你们 对吧 王命这下知道自己是猜对了 果然 这家伙和之前的那个售票员一样 出于某种规则 不能伤害玩家 但这也意味着 我们在欲望世界经历的一切 并不是独立的 在这些事情的背后 还有一个观望着的怪物 而屠夫也在这时大笑道 他们都叫我屠夫 虽然我不喜欢这个名字 但我现在就是这栋别墅的主人 也就是说 他是被你们害死的 哈哈 现在 恭喜你们 你们将聆听神的低语 话音刚落 王命和灵书玉手上 就骤然出现金色的羊皮纸 于是王命就连忙示意 说好了 这次我们都不要用复活这个字眼 接着他们就分别写下 让祝瑶保持原有的善良 让祝瑶拥有美好的记忆 这两个欲望 很顺利的就得到了神的回应 让王命意外的是 他手中忽然冒出树里星红的雾气 然后凝结出了一柄奇特的匕首 这赫然是新的欲望道具 一入手 匕首的介绍就涌入脑中 悲鸣之刃 你确定不用自己的身体来试试 它是否锋利 听一听自己的悲鸣吗 来了来了 神秘的神明调查局终于出现了 就在刚刚 王命在通关了鬼秘挑战后 意外获得了新的欲望道具 王命在收起悲鸣之刃后 不禁暗暗震惊 好诡异的道具 刚才居然萌生了 给自己来上几刀的可怕想法 接着王命就感叹一声 这场游戏终于要结束了 没想到屠夫居然来找他搭话 对了 你猜养老院的那对母女 有没有得到救赎 王命不由猜测这家伙 就是养老院背后的怪物 于是他就询问 你对他们做了什么 但屠夫却发出凝笑 你想知道的话 就自己找机会回去看看吧 传送回了现实世界 接着他们就听到一阵猫叫 林书玉一眼就看出 这只猫是在等猪窑回来 王命则开口决定 以后跟着我 怎么样 你是猪窑救下的 现在他去了别的地方 以后就叫你摇摇行吗 随后他就抱起白猫 环视了下四周 但他却感到有些讶异 那个售票员已经走了吗 这辆摩托车又是谁的 总感觉这件事很诡异啊 就在这时 一名女子忽然走到了二人身后 王命文声立马就出声询问 你是什么人 女子很是直截了当的自我介绍 我是神明调查局的调查员 希望你们能好好配合 否则我会采取强制措施 但林书玉却根本没听说过这个组织 接着女子就用手电筒罩了下二人 但林书玉却猜测 这是用来消除人类记忆的手电筒 于是他就开始一顿惊叫 说自己失忆了 女子立马就没好气到 别装了 这东西只是检查 你们是不是欲望怪物 接着他就目光一宁 好了 跟我走一趟吧 二人也没办法 只好跟着他走出了巷子 只见巷子外已经围上了密密麻麻的人 全都是神明调查局的人 在来到了局子后 纪小婉就开口道 你好 我叫纪小婉 经调查 我们知道你们被拉入了欲望世界 第一个问题 你知道官方为什么要隐藏有关欲望世界的消息吗 亡命便是叹性地回答 这个是怕引起恐慌吗 纪小婉则解释道 不完全正确 欲望世界可以实现人心中的欲望 而首次进入的方式大多以冰死或某种欲望达到极致处罚 每个人都有欲望 不信你问问寺庙里的高酸 哪怕真的怀着一颗普渡天下的心 那不也是一种欲望的表现吗 因此 如果欲望世界的存在公之于众 大部分人将无法控制心底的欲望 从而导致欲望事件频发 欲望将会成为瘟疫迅速扩散 这带来的不是恐慌 而是无数的死亡与秩序的混乱 是怪物的横行与文明的崩坏 所以会你们要签一份保密协议 希望你们遵守 不要向普通人提起欲望世界的任何事情 第二个问题 你对欲望怪物了解多少 亡命不由亚裔的反问 欲望怪物 这是什么东西 季小婉只好解释道 你在欲望世界的经历 都是以挑战者的角度出发 但当极致的欲望扭曲 又或者在实现多个欲望之后 欲望世界将会给予玩家成为执行者的机会 阻止挑战者完成任务 对于执行者来说 他们的任务更加轻松 欲望也更容易实现 但代价就是成为欲望怪物 虽然在彻底失控之前 他们可以维持人类的外表 但他们已经不再是人 而是欲望的傀儡 伟大目的不择手段的欲望怪物 男人想要加入神明调查局 可没想到却被言辞拒绝 前不久 王命在听到了欲望怪物的存在后 他立即明白那个售票员就是欲望怪物 而季小婉立马盯着他询问 看来你的确知道些什么 带你们回局里 就是因为我们在你们进入欲望世界的地方 检测到了欲望怪物的气息 你被欲望怪物盯上了是吗 王命知道这回事没办法糊弄了 于是就开始详细地述说自己和售票员的恩怨 说完之后王命便毫不在意道 所以我得罪了一个执行者 一个欲望怪物 我当时还以为他是NPC来着 季小婉不由眼神一宁 如果你提前知道有可能会招惹怪物 还会选择救那个孕妇吗 王命立即苦笑一声 刁钻的好问题 我只能说当时情况很复杂 但优势在我 季小婉立马就起身没好气道 整体上你的做法是没错的 当时情况你要是不出手 那个孕妇就死了 但对于这个售票员来说 你破坏了他的任务 估计他身上有避免死亡的道具 因此失败之后没有死在欲望世界 而是回到现实找你报仇 没有其他事情要补充的话 一会签完保密协议你就可以走了 不过王命却表示自己还有一些问题 接着他就开始疯狂询问 我和欲望怪物在同一城市是凑巧呢 他是怎么找到我 既然确定有怪物要杀我 你们能不能优先解决了他 季小婉只好耐着性子解释 一般情况下 欲望世界是以区域展开的 而林海市就是这样一个区域 欲望怪物受到欲望世界的庇护 在现实世界里 欲望怪物的行踪很难被发现 至于他是怎么找到你 欲望怪物手段诡诀 只不定他现在已经在你家床底下躺着了 还有 欲望世界的时间和现实不是一致的 无论你在欲望世界里过了多久 一场挑战对应现实的时间都是30分钟 王命不由好奇地询问 如果超过了30分钟呢 季小婉顿时脸色黯然 超过30分钟的话 大概率是回不来了 接着季小婉就催促王命赶紧签完协议离开 见他又给自己下注课令 王命便善笑一声 你们不打算邀请我加入调查局吗 季小婉立马就无语道 你是怕被欲望怪物找上门 想寻求保护吧 被识破的王命立即就感到有些尴尬 虽然他是一个被掏空的男人 但鬼知道欲望怪物有什么手段 万一把他大谢八块呢 而季小婉示意他放心 自己会排人手保护他的 虽然王命还是想在这里住下 但季小婉却直接拒绝 接着他就询问王命有没有领悟神明序列 或者拿到欲望道具 并提醒他尽量不要使用 都需要付出代价 接着他就询问王命 假设你所在的真谛受到敌军袭击 只有你一个人活下来 而敌军从南亚境 距离你不足200米 你会怎么做 见王命想也没想就直接说要撤退 季小婉立即严肃道 错 应该报告指挥部 告诉他们真谛还在 并请他们以自己为目标 向南200米进行地毯式轰炸 我将向敌人发起冲锋吸引注意 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是由欲望诞生的怪物 来自一界的危机 这场战争已经打响 每一位调查员都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 当你愿意成为和平的代价 我们自然会邀请你加入 这个女人不仅主动要求跟王命同居 并且一进屋就开始熟练地洗澡 就在刚刚离开了神明调查局后 王命便询问林书玉有什么打算 而林书玉则示意今晚是自己女友的生日 要先走一步 接着林书玉就火急火燎地跟王命告别 而王命发现白猫身上全是烫伤和皮肤病 既然自己要收养她 那边花的钱还是不能省的 很快她就带着小猫来到了宠物医院 然后让老板帮忙处理和清洁一下 见瑶瑶一副不舍的模样 王命连忙表示自己不会不要她的 但王命才走出宠物店 就接到了老板娘的电话 原来因为街道被封锁 导致做不了生意 所以才打电话来让王命等通知在上班 可王命才挂断电话 不远处就走出一道人影 黑死女望着王命立即发出冷声 呵呵我们又见面了 王命闻声立即就明白那个售票员又找上门来了 刺鼻的香水味混着腐臭 果然是售票员 王命果断拿出恶灵车票 然后开始装傻 但售票员却直接化身怪物准备干掉王命 这下轮到王命傻眼了 他没想到这丝居然敢在闹市就这样化身鬼命 眼看袭来的头发骤然化作一张张长着厉齿的嘴巴 然后以极快的速度开始膨胀张开 朝着自己撕咬过来 与此同时 不远处轰然传出摩托的引擎声音 售票员和王命闻声不约而同的一惊 售票员率先收手 然后冷哼一声 他们护得了你一时 护得了你一世吗 等着吧 这笔账我会好好跟你算的 见售票员跑路 王命这才松了口气 他可不想在市区打起来 而纪小婉在停车后立即询问王命有没有事 接着他就拿出一个雷达仔细查看 已经不在这附近了吗 刚一出调查局就要下手 看来那东西等不及想要解决你 如果这样的话 倒是可以让你充当诱饵 见王命拒绝这个要求 纪小婉立即严肃地开口 你没得选 不过你也不用太过担心 最近局里人手紧缺 队长决定在解决那东西之前 让我们先住在一起 你没问题吧 如此极品美女愿意跟自己同居 王命当然不会拒绝 一小时后 王命就抱着瑶瑶走出了宠物店 而纪小婉也没多说 直接示意她上车 随后纪小婉就载着王命 回到了她津阳社区的家中 纪小婉也没有客气 来到她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始洗澡 望着纪小婉那出水芙蓉的极品身材 王命差点就当场喷血 王命没想到她看上去那么高冷 性格却这么随和 甚至根本没把她当男人看 见纪小婉坐下 王命便询问她进行过几次欲望挑战 纪小婉则抚了抚摇摇 然后表示已经记不清了 王命连忙心虚的一开视线在心中暗道 真是人不如猫啊 而纪小婉撇了她一眼询问道 好看吗 王命连忙扭过头去装傻 但纪小婉却不以为然 别装了 你刚才不是一直盯着我的腿看吗 接着她就面露严肃的开口 欲望世界诡诀多变 说不定哪天就会遇上美元官 到时你遇到的女生 无论长相还是身材 都是无可挑剔的 她们甚至还会主动投怀送抱 满足你所有的需求 话说 你能从这样的关卡里活着出来吗 王命没想到欲望挑战 还有这等好事 自己也太倒霉了吧 纪小婉见状不由比一道 你看上去好像很期待 而王命也大方的成员 不是期待 只是想挑战一下自己的软肋 这个妖娆的神秘女人之所以出现 居然是为了将王命给处理掉 就在刚刚 鬼秘怪物售票员在王命被接走后 再次回到了宠物医院 愤怒的她只好将怨念发泄在其他人身上 直接化身鬼秘将所有和王命有过接触的人给干掉 原来售票员名为叶萧萧 那年她刚刚大学毕业 跟鬼秘一起前往大公司应聘 凭借不错的学历和出色的形象 她很顺利就通过了面试 成为了这家公司的员工 她很珍惜这份工作 哪怕连续加班也从未抱怨 然而几个月后 各方面不如她的闺蜜 却轻轻松松成为了她的领导 她不明白自己哪里做的不好 明明已经很努力在工作了 但结果她却意外发现 原来闺蜜跟董事长有染 在那个瞬间 她终于明白了 没多久 她已出色的美貌挤掉了闺蜜 成为了董事长新的情人 职位上的变动 不过是耳边一句话的事情 只有愚蠢的人才会拼命工作 同样是努力 换一个方向就能得到原本几辈子都得不到的财富 直到有一天 董事长的夫人找到了她 并且将硫酸泼在了她的脸上 从此她毁容了 变成了让人看一眼就想吐的丑八怪 公司随便找了个理由将她辞退 董事长也再没有出现在她面前 绝望之下她紧锁门窗打开家里的煤气罐 迷流之际 她听到了神的低语 进入了欲望游戏 要不是亡命赶她下车 她已经能变回原来的模样 这一切都是亡命的错 但叶萧萧不知道调查局为什么要保护她 可就在这时 一道倩影忽然来到店内发出一道笑声 真是可怜啊 身为欲望怪物 有着常人无法拥有的力量 结果却连杀个人都做不到 叶小姐 我真为你感到悲哀啊 叶萧萧顿时就恶然了 你是谁 为什么会认识我 你究竟是什么人 而女子却发出一道冷冽的笑声 我是红桃倔啊 但叶萧萧却根本不认识什么红桃倔 然后她就示意红桃倔有什么事就直接说 而红桃倔文言也没再废话 还真是暴脾气呢 那个时候就算没有调查局的人帮忙 说不定你对她也产生不了威胁了 叶小姐 你难道不知道吃饭要趁热吗 按现在这个情况 你的仇可是越来越难报了 不过叶萧萧却冷哼一声 你也想干掉她 那你为什么不自己动手 而红桃倔却直接走到她的跟前 因为我要的 不仅仅是她死那么简单 多可惜的脸蛋 难道你不想亲手为自己报仇吗 无论是报仇还是变回原来的样子 鲁莽可都是不行的 不过你放心 接下来我会帮你 而你只需要付出一点点的小代价 这个男人居然在现实世界 使出了神明序列能力 就在刚刚 红桃倔找上了叶萧萧 并表示可以帮助他干掉亡命 而纪小婉也第一时间 接到了宠物店出事的消息 于是他就将这个消息告知给了亡命 宠物店里的宠物 和当晚职夜班的员工全都死了 亡命怎么也想不到 那家宠物店居然会出事 而纪小婉的脸色也凝重了起来 看来盯上你的欲望怪物 似乎没那么简单 局里传回来的消息 盯上你的那怪物可能跟新世界有关 亡命顿时就好奇到 新世界听起来有点地下组织的感觉 纪小婉这才开口解释 新世界组织信奉欲望之神 他们认为欲望之神 既然能够实现人的欲望 那自然就能创造出一个 没有欲望的新世界 亡命很快就听懂了 所有人的欲望都能轻易实现之后 自然就不会再有欲望 没有欲望自然也就没有痛苦 纪小婉则点了点头 你的理解没错 像你们这类没有加入调查局的人 正是新世界吸纳的目标 亡命文言立马就冷笑一声 帮他们杀人是吗 纪小婉却没好气到 是帮他们打造新的世界 新世界 我最喜欢的是 就是请新世界的人吃花生米 五日后的夜晚 纪小婉意外被强行拉入了欲望世界 按照之前他给出的信息 在不出事的情况下 30分钟后就能回到现实世界 然而纪小婉才刚进入欲望世界没多久 亡命就感觉好像有人在暗处一直盯着他看 很快他就发现安静的房子内传出了一响 并且这道声音并不是敲门声 接着亡命就发现一响竟然是从窗户上传来的 只见窗户外 已经多出了一道恐怖的身影 来者正是已经鬼秘化的叶潇潇 亡命这下是彻底傻眼了 他家在八楼 虽然就这样爬了上来 而叶潇潇已经迫不及待了 抬头就直接往窗户上撞去 亡命立马就暗暗分析 纪小婉刚走他就来了 难道纪小婉被拉入欲望世界 跟他背后的新世界有关吗 亡命知道不能让他进来 连忙就把窗户关上 但没想到叶潇潇的动作比他还快 率先打开了窗户 不过亡命却丝毫不慌 抬腿一脚就让叶潇潇去感受万有引力的拥抱 这一脚下去 叶潇潇立马就从八楼往下面掉 直接狠狠地爆砸在地面之上 甚至还把地面砸出了一个小坑 不过叶潇潇却猛地张嘴 生长出树道藤蔓 亡命在探头一看之后 立即救命路惊讶 这玩意居然还能进化 究极体欲望怪物吗 在王命震惊之时 藤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膨胀 然后张开了一张巨嘴 虽然王命即使躲开了袭击 但他知道自己要是挨上一下 绝对会被删成肉泥 下场绝对是死的不能再死 为了报名 王命也顾不得起他 直接抬手就使出了逻辑链力量强化 进化了进化了 男人居然将恶灵车票强化成功了 就在刚刚 聂潇潇趁着季小婉被拉入欲望世界的时候 竟使用了鬼秘化飞上了八楼杀向王命 而王命在使用了神明序列强化后 便将悲链之刃换出 但悲链之刃的副作用是忍不住给自己来挤刀 所以他得速战速决才行 眼看叶萧萧已然扑面而来 不过王命身形一侧 悲链之刃破空而出 直接砍断了他的手臂 接着王命就脚下一动 向着叶萧萧冲去 而叶萧萧手上吃疼 立马就发出争鸣的咆哮 接着他的手臂就骤然长出一根尖刺 朝着王命杀去 虽然悲链之刃能轻易切断那些藤蔓 但这样下去王命可能搞不赢 他不禁拿出恶灵车票准备拼死一搏 只因他知道逻辑链不仅仅能强化自身 还能强化道具 恶灵车票本身具备的力量就已经很可观 如果再被逻辑链强化一遍呢 于是王命就直接开口 在满恶灵的列车行驶在冰冷的铁轨上 他们听到了我的声音 他们不会让车票的力量仅限于此 他们终于觉醒 顿时王命身上就飞出无数恶灵 神兵序列强化恶灵成功 接着王命就感觉浑身一致 遭到了恐怖的精神冲击 而叶萧萧也敏锐地发现了这个机会 现在的王命已经深陷恶灵冲击的状态 他低估了恶灵冲击的状态 他低估了被逻辑链强化后的恶灵撤票 不知道致命危机已经在咫尺 就在这危急时刻 一道白色身影骤然飞出 遥遥奋不顾身疯狂地在叶萧萧的脸上狂抓 甚至狠狠地撕咬着叶萧萧的脸 顿时叶萧萧就发出一声狂吼震退的遥遥 不过王命身上突然爆发出惊人的诡秘气息 显然他已经撑过了恶灵冲击 完成了恶灵附体 只见王命此时已经大变样 上半身已经变得漆黑无比 浑身缭绕着极为浓重的诡秘气息 叶萧萧见状不由惊呼出声 你们居然都是欲望怪物 王命闻言立即喝笑一声 欲望怪物 或许吧 不对 为什么要说你们 不过王命没再纠结 率先发起了进攻 叶萧萧立即明白 现在自己不能跟王命硬碰硬 接着他就骤然抬头 喷出无数道藤蔓 接着藤蔓就开始缭绕纠缠 形成了一堵藤蔓墙 而王命却直接抬手准备硬钢 随着一道轰鸣传出 他一拳下去瞬间轰碎了藤蔓墙 但叶萧萧的身影已经不见了 王命果断开始追击 他知道叶萧萧现在已经完全怪物化 这次不杀 下次就不一定有机会了 很快王命就在楼下的街道中 发现了王萧萧的踪迹 不过并没有看到他的人 而是一朵巨大的花蕾 随着花蕾身上的红芒冒出 花粉开始迸发而出 王命连毛捂住鼻子 刚才一瞬间吸入一点雾气 他的四肢马上就出现了麻痹感 而且现在恶灵车票的持续时间 已经差不多了 在他思索之时 头顶突然轰落下一块巨石 顿时王命就直接被巨石砸中 幸好他有恶灵铠甲保护 并没有受到多少伤害 而在不远处观察的红桃巨不由南南道 有意思 他的神明序列副作用是梅运吗 不对 那块石头原本没有掉落的迹象 是他出现在对应位置后直接掉下去的 这不符合梅运 更像是不合理 真好奇他的神明序列是什么 现在时候差不多了 盛开吧 独一无二的欲望之花 绽放只属于你的美 话音刚落 那朵花蕾瞬间绽放 露出了庞然的花瓣 其中的花心更是诡异无比 这时一柄只要触碰 就会产生自杀念头的神奇匕首 但男人却还要对其进行神明序列强化 就在刚刚 王命追击到了叶萧萧 但却发现他已经化作了一朵花蕾 并且随着花蕾的展开 还不断散发出花粉 只是眨眼间 花粉就散布了整个街区 被花粉沾染的男人纷纷面露痴迷 巨大的花朵在他们眼中 已然变成了一个大美人 而王命也敏锐地发现了花粉有猫腻 眼看越来越多平民围过来 他立马就犯难了 现在王命只能先把那些平民 丢到没有被花粉覆盖的地方去了 一离开花粉覆盖的范围 那些小嘎嘎就恢复了神智 但王命却发现 现在围过去的人越来越多了 竟然还出现了能强行共鸣其他人的能力 而王命的恶灵附体 也在这时开始解除 王命不由感到压力陡增 虽然在罗继链的加持下 恶灵车票的力量得到了大幅提升 但时间只是从三分钟延长到十分钟 不过幸好他没有器官 要不然这一刀下去 他已经死了 接着他就开始疯狂往自己身上捅刀子 同时大笑出声 很好 我要的 就是这种控制不住的效果 接着王命就强行按捺住欲望 然后狠狠地将悲鸣之刃朝着夜萧萧置去 不过面对王命的袭击 花朵瞬间就窜出树道疼乱 然后牢牢将悲鸣之刃给抓住 王命健壮立即就笑了 果然 那女人虽然变成了花 但是她的意识还在 悲鸣之刃强化后的副作用达到了可怕的程度 不出意外的话 任何由自主意识的东西碰到匕首 都会控制不住出现自杀的想法 果然如王命所料 夜萧萧在处碰到匕首后瞬间就愣住了 然后那抓住悲鸣之刃的触手 就狠狠朝自己刺去 随着悲鸣之刃的挥舞 庞然的花蕾不断被分割 然后就是花朵上那些繁茂的绿叶 只是片刻功夫 花朵就从盛开状态瞬间重新闭合 然后躯体一软 轰然倒在了地上 而那些飘散在这附近的花粉 也开始迅速消散 那些被迷幻住的平民 顿时就纷纷倒在了地上 王命不由擦了擦嘴边的番茄酱 暗暗嘀咕道 终于结束了吗 不光要小心这个欲望怪物 还要留意使用逻辑链后的副作用 竟然使用了不止一次逻辑链 现在所有底牌都用完了 要是再被石头砸一下 小命怕是要交代在这里 就在这时 忽然传出一道绝望哀嚎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 我有什么错 我只是想恢复原来的样子 我有什么错 我一开始只是想好好工作的 可不公平 凭什么那些不如我的人 能站在我的头上 俯视我 排挤我 嘲笑我 我只是想要证明我自己 我只想要通过我自己的努力 获得更好的生活 我有错吗 王命文言脸色也不由一鸣 我不知道你身上发生了什么 无法理解你的嘶喊 更无法共鸣 但我知道 无论怎么样 你也不能拿别人的命 来完成自己的欲望 可没想到叶萧萧却大笑了起来 别人的命 你是说公交车上那个孕妇吗 那是欲望世界 你要知道 他们是怎么进入那个世界的 在欲望面前 你居然跟我说人性 你只要别阻止那个孕妇下车 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你跟其他人也会安全抵达目的地 可为什么 你为什么非要保护那个该死的孕妇 为什么非要破坏我的任务 你该死 王命这次没再说话 他知道自己说什么都无法改变现状 然而就在这时 闻声而来的云里忽然出声打断 他是为了救我才赶你下车 对不起 如果你一定要报仇 那就把我的命给你吧 这个女人居然主动邀请王命加入新世界 就在刚刚 云里忽然出现表示自己可以代替王命 来平西叶萧萧的怒火 王命不由询问云里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而云里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王命 原来他就是住这附近的 上次欲望世界通关后 他就获得了一片药片 可以无视刚刚那些花粉的影响 王命连忙开口 其实我不是为了救你 我只是想通过破解的方式完成任务 所有你也没必要说什么把命给他这些话 而且你的孩子还没出生呢 好不容易从那鬼地方出来 不管怎么样 都应该努力活下去吧 哪怕是为了宝宝 云里闻言不由一顿雨色 我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 二人当着自己面叙旧的情景 彻底惹恼了叶萧萧 既然你们那么喜欢聊天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叶萧萧现在已经萌生了退役 我无法确定他手上还有什么底牌 再加上这个可能 也有底牌的孕妇 先走 回头让红桃剧那个女人出手 她一定有办法 一想到这 叶萧萧当即就冷哼一声 算你命大 你的命 我下次再收 王命闻言却喝笑道 怎么 都已经等了半天了 这就要走了 叶萧萧立马就眼神一鸣 怎么 你这么急着找死吗 可王命却掏出到 纪石归零的手机得意道 我在等她回来 你在等什么 此话一出 叶萧萧顿时就心头一凸 她 是那个女人吗 下一秒 不远处就响起了一阵轰鸣 一辆摩托车骤然闯入 来者赫然是从欲望世界归来的纪小婉 这下王命彻底松了口气 卡点姐终于来了 反派死于话多这个道理 相信你这次能深刻体会到 叶萧萧这下也坐不住了 连忙再次诡异化 在化身诡秘的瞬间 立马就朝王命杀去 纪小婉见状立马猛的一颖油门 速度骤然提升 只见她的摩托在发出轰鸣后 就冲向了半空 然后朝叶萧萧那诡秘化的躯体 直接冲去 随着砰的一声响起 子弹瞬间破开叶萧萧的头颅 将其秒杀当场 而沾染在平民上的花粉 也开始迅速消散 可就在这时 王命突然发现 纪小婉的摩托车居然失控了 她立马就慌了 副作用原来搁这等我呢 毫无意外 失控的摩托直接一把将她给撞飞 纪小婉见状连忙下车关切道 你没事吧 王命则连连催促 别说话 先把这该死的车从我身上一开 感受了一下伤势 王命也是松了口气 骨头断了 不过这次应该是真的结束了 纪小婉立马就敏锐地敌鼓道 腿骨的确被撞断了 但这家伙看上去似乎很开心 随后她就拿出手机汇报道 长宁街出现欲望怪物事件 就是跟踪王命那个 让后勤部门快点过来 这次波及到了不少平民 欲望怪物已经 就在这时 不远处突然出现了一辆法拉利 望着坐在主驾驶位的神秘女人 纪小婉不由心头一凸 这人什么时候出现的 接着法拉利的车门骤然打开 一双红色大腿立马从中探出 随着女人缓缓走出 二人也终于看清了她的容貌 王命在仔细打量了一番女的模样后 就发现了她脸上的面具 扑克牌 红陶骏 接着就传出红陶骏的喝笑声 小姑娘 别紧张嘛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顾峰他们都去支援南城去了吧 一时半会 这边来不来什么厉害的角色 对吧 不过季小婉却丝毫不慌地赤贺一声 对付你 我一个人就够了 但红陶骏对此却毫不在意 你这小棍 看你的样子 最多也只能接受过两次神刺吧 把枪放下吧 要是真把姐姐弄生气了 保不准会有很多人给你陪葬哦 随后红陶骏就走到叶萧萧的身旁 然后抓起她就直接往那辆法拉里丢去 做完这些后 红陶骏便再次开口道 连神刺都没接受过的小家伙 能把她逼到这种程度 姐姐很期待你以后的表现呢 接着她就朝二人缓缓伸手 然后淡笑一声 那你要不要加入我们新世界呢 这个死而复生的女人 现在已经不知道自己还算不算人类了 就在刚刚 红陶骏出现在王命面前 并询问她要不要加入新世界 本以为对方会出手的她 顿时就愣住了 让我加入新世界吗 王命连忙试探性的询问 有保险吗 红陶骏很是干脆的回答 你要是来的话 年薪保底三百万 另外五险一惊 带薪休假 周末团建 咱们新世界还免费提供住房 豪车 最重要的是副会长经常会在群里发红包 姐姐刚刚还抢到一千多呢 王命文言连忙摆手 就这也想诱惑我 你们不会还送女朋友吧 红陶骏却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不发 但是我们有很多跟你年纪差不多的小姑娘 什么罗莉 玉姐 萌妹 都是单身 实在不行 你也可以考虑一下姐姐我 王命终于顶不住了 鼻血开始疯狂流出 不过她很快就冷静下来 不管怎么样 杀人总得偿命 你说呢 此话一出 红陶骏立马就陷入到沉默当中 接着她就摆了摆手 转身朝着跑车走去 在坐上驾驶位后 她就开口道 你只要记住 新世界的大门 永远为你敞开 说完 她就一轰油门 头也不回地直接离开 不多时 调查局的后勤部门赶到 现场交给他们来处理 纪小婉因为急着处理别的事情 塞给王命一管智商的药剂后便离开了 来自萧萧的危机告一段落 但在十几分钟前 王命家却出现了另一个欲望怪物 只见王命收养的那只白毛瑶瑶 正开始不断变化 眨眼间就化成了一个猫儿娘 但长相却跟祝瑶一模一样 她不由神情黯然道 我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现在是人还是猫 还是跟刚刚那个东西一样 是个怪物 就在这时 门外忽然传来王命的声音 总算到家了 瑶瑶呢 瑶瑶连忙再次开始变化 同时暗暗决定 要想留在王命哥哥身边 还是先不要告诉她 万一下到她 下一秒 王命就打开门 再看到瑶瑶后便喝笑道 原来你在这里啊 刚刚你跑哪里去了呀 都找不到你 难道是我多心了吗 刚才萧萧为什么说你们都是欲望怪物 为什么要用你们 三日后 季小婉打来电话 让王命去烫调查局 她不由边走边嘀咕 婉妹上次给的药效果真好 就是有点难喝 不久后 王命就进入到了神明调查局 一看到季小婉 王命连忙打起了招呼 又见面了 上次你给我的药剂叫什么 效果真不错 还有吗 季小婉则边洗车边开口 康复药剂 跟欲望世界有点关系 那婉忘了跟你说 那东西是外用的 你没喝吧 王命为了不想被她当成傻子 便连忙开口 怎么可能 我又不是傻的 就在这时 二人身后忽然传来一道脚步声 只见一名白发男子 正缓缓朝着二人走来 王命不由低声提醒 快看快看 有人卡斯卡卡西 可记小婉却恭敬的弯身行李 队长 你回来了 白毛在点了点头后 就向王命伸出了手 我叫顾峰 是小婉的队长 王命不由刚大的挠了挠头打招呼 你好你好 顾峰也没多说 直接就转身道 你们一起来我办公室吧 在进入到他的办公室后 便直接开口 前段时间 我们在南城郊区找到有关新世界的踪迹 因此派了大量人手搜查 没想到对方是为了钓虎离山 给这个欲望怪物创造机会来对付你 王命不由南南道 被毁容吗 那晚他变成欲望怪物的时候 身上开满了花 花象征魅力 顾峰则点头解释道 欲望怪物跟欲望本身息息相关 他想要变美 所以成了那副鬼样子 王命不由好奇地询问 如果一个老色批变成怪物会是什么样的 该不会是浑身长满发动机吧 顾峰连忙倾可几声打断 说正是吧 你知不知道神次 那个神秘女人就提到过神次 还说纪小婉最多只接受过两次神次 当我们完成欲望世界的挑战之后 将聆听神的低语 得到一次让神实现欲望的机会 你已经进入过两次欲望世界 对实现欲望的方式应该已经有所了解 但有一种欲望 不会有任何的负面作用 只有好处 这就是神次 接受神的恩赐 成为神次者 这个清朗美艳的女子居然是二次神次者 就在刚刚 神明调查局队长顾峰给王命普及了神次的存在 简单来说 神次就相当于觉醒 接受神次之后 各方面的能力都会得到大幅度增长 小婉目前接受过两次神次 而那个红陶俊 根据他推断 至少接受过六次神次 王命文言立即就陷入到了沉思 是这样吗 可问题是 我得罪那个售票员是不假 但从现在的事情来看 怎么好像是新世界的家伙在背后推波助澜 难不成我被盯上了吗 顾峰见王命那副表情 便安抚道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别担心 你是不是觉得 接受神次既然没有副作用 那只要每次都选择神次 很快就能变成一个强大的神次者 理论上的确是这样 很可惜 人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 在进入欲望世界之前 你的欲望可能只有神次 可当你经历挑战拿到那张写下欲望的黑纸之后 又会是另一番模样 更别说 欲望挑战本身就很难完成 王命明白顾峰的意思 成为神次者很难 接受多次神次更难 之前王命的目的就是找回器官 变回一个正常人 但上一场挑战 王命没有任何犹豫 就和林书玉一起选择将欲望花在柱瑶身上 就在这时 顾峰再次开口 羁绊越多 欲望就越多 据那晚监控拍到的画面 你小子倒是有点勇气 本来你完全可以跑的 但看到有平民被卷入的时候 没有任何犹豫留下跟欲望怪物死动 要不是你拖了一些时间 怕是会出现不少伤亡 王命文言不由善笑一声 我还真的没考虑到这件事 当时事发突然 我只是顺心而为 毕竟怪物是冲我来的吗 顾峰则黑黑一笑道 不过你阻止了一场 欲望怪物事件也是事实 有奖励的 回头让小碗给你 王命在惊恶过后便再次开口 其实 那晚我想过要跑 因为当时我已经受了很重的伤 但看到那些无辜的人被牵扯进来 我心中只剩下一个信念 我不知道这世上有多少个欲望怪物 但今天是疯狂星期四 六五五十万 那晚的是一笔勾销 此话一出 顾峰和季小碗的脸色瞬间就黑了下来 顾峰不由在心中暗骂王命 把调查局当提款机 不过他嘴上却保持着笑容 奖励的事情之后我们会详谈 不多时 顾峰就笑呵呵的把王命给送出了调查局 接着他就再次开口 新世界那边的事情你不用想太多 他们就是喜欢找乱 估计是发现叶萧萧这个欲望怪物之后 就想着把事情搞大 而不是真的针对你 毕竟你一个连神次都没接受过的信任 我实在是想不出新世界盯上你的理由 一听这话 王命立马就暗暗嘀咕了起来 盯上我的理由 会不会跟我丢失的器官有关 可没器官还活蹦乱跳的 用屁股想都知道不正常 万一把牢底全交出去 这队长忽然来一句以前我没得选 现在我想做的好人怎么办 而且新世界也不一定真的是冲着我来的 根据记忆中凶手的对话 我应该是遇到了贩卖器官的非法组织 而不是新世界的疯子 就在这时 顾峰忽然出声提醒 不过你还是要多加注意 小婉的那一枪对那个欲望怪物来说是致命的 但现在新世界的人插手 这时就多了氛围之术 亡命文言不由询问 你的意思是 那怪物说不定还活着 只不准什么时候会回来找我 顾峰则点了点头 不排除这个可能 叶萧萧只是一阶欲望怪物 相当于接受过一次神赐的人 但如果他再回来找你 说不定就不是一阶了 亡命立即就露出了笑意 那意思就是 让我继续跟季小婉住在一起呗 顾峰顿时就没好气到 既然现在新世界在攒着冒头了 那接下来我们的工作中心 肯定是放在那些家伙身上 小婉虽然能保护你 但说不准他什么时候 又会进入欲望世界 亡命知道说到底还是要靠自己 于是他就点了点头 表示自己明白 顾峰这才满意到 虽然风险很高 但进入欲望世界 获得神赐是你目前最好的选择 毕竟自身的强大才是根本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们这边有东西 可以帮你主动进入欲望世界 亡命文言不禁有些恶然 还可以主动进入吗 那能不能让季小婉 跟我一起进入欲望世界 算了 我摊牌了 能不能让我躺赢了 一场挑战 但我接受了两次神赐 跟我一起进入欲到的难度 会按我的实力来 换句话说 如果跟我一起进入 你在里面遇到的 起码是二阶欲望怪物 我是说 我不介意跟你一起 甚至有些期待 亡命文言立马就连连摆手 那就大可不必了 如果一定要找个队友的话 我当时有个人选 就是不知道他愿不愿意 这是一柄可以撕开 现实与欲望世界通道的武器 但使用者也会因此付出代价 甚至就连神赐者 也不一定能承受得起代价 就在刚刚 但是他就想起林书玉这个可以当作队友的人选 很快林书玉就被叫来了调查局 在看到老熟人王命后 他立马就咧嘴一笑 老王 我就知道你的世界不能没有我 对不对 顾峰不由询问王命是不是真的要选他 但王命知道拥有幸运能力的林书玉 确实能规避自己逻辑链所带来的副作用 不过他也发现 这家伙的幸运好像只能作用在别人身上 他自己怎么看都是的倒霉蛋 就在这时 林书玉忽然走到了王命身旁开口道 欲望世界有多危险我就不说了 正经人谁会愿意主动去那种鬼地方 不过吗 只要老王你开口 人家肯定是不会拒绝的 这人情你可得记着哦 王命立马就低声询问顾峰有没有调查过他的性取向 顾峰则严肃道 是我疏忽了 没查 这下王命瞬间就不淡定了 能完全把后背交给对方的才教队友 我发现我不敢背对这伙 我看还是换个人吧 林书玉立马就炸了 卧槽 你们为什么会怀疑这个问题 我是有女朋友的好不好 季小婉则一脸满意的开口 别换了 这样挺好 我觉得你们一定能成为很好的搭档 而顾峰也轻壳一声说起了正事 叫别人一起进入欲望世界的确有些过分 毕竟饱不准就死在里面了 但我们无法避免欲望之神的注视 因此在欲望世界里能有彼此信任的朋友 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虽然是王命想让你一起进入欲望世界 可我没记错的话 你之前也说过想跟王命一起进入的吧 季小婉顿时就贼兮兮的笑道 他说要抱大腿 你们两个还真是心有灵犀呢 为了早点完事 顾峰连忙转移众人的注意力 然后再次开口 欲望世界诡诀多变 神赐也不是那么好拿的 不过林书玉并不知道神赐的存在 经过季小婉的解释后 也成功吸引了他的注意 他很果断就决定要成为神赐王的男人 见二人达成了共识 季小婉便起身示意他们跟上 很快他就带着二人来到一处 满是罐装液体的神秘房间 然后表示在进入欲望世界之前 有东西要给他们 林书玉在扫了那些罐子后 不由恶然道 这是什么东东 好吓人啊 季小婉很干脆的就为二人解释 这是队长从欲望世界里 带出来的一件道具 名叫礼貌 这东西可以用寄生的方式 代替人的手掌 然后在握手的时候咬住对方 虽然只是简单的咬一下 但这东西的毒比泰潘蛇还要致命 亡命文言立马就朝林书玉示意 泰潘蛇是什么蛇 一分钟内我需要所有有关 这条蛇的情报 林书玉很快就找到了答案 内陆泰潘蛇被认为 是世界上毒性最强的鹿七蛇者 其神经毒液一滴酒 可以杀死一百个人或十万只老鼠 亡命这下也不禁感到有些可怖 在握手的时候干掉对方 还真是礼貌 不多时 季小婉就递给二人两枚铜钱 这是买命钱 可以代替一次死亡 林书玉在接剥后瞬间就激动到 复活币吗 这可是好东西啊 接着他就连忙询问季小婉还有没多的 自己想收集几个 或者给点其他别的东西也行 但季小婉却严肃的提醒 欲望道具都有副作用 弄不好还会丢了性命 所以其他道具等你们成为神赐者再说吧 买命钱虽然能代替一次死亡 但复活后会在一定时间内丧失部分记忆 能不用还是不要用 既然你们两个一起进去 万一用到买命钱就互相照应一下 现在你们可以提前告诉对方一个自己的秘密 一个可以立马获得对方信任的秘密 随后林书玉就严肃的盯着亡命 老王 要是真到那时候 你跟我说一句话 我立马就会相信你 我与赌毒不共戴天 记住了 而王命也干脆的回应 那你就跟我说 以这个没心没肺的男人 见二人将秘密交代完了 季小婉就从一旁的机器中取出一柄长剑 在他劈卡而下的瞬间 立即就冒出奇特的红芒 在撕裂开一条血色的空间裂痕后 季小婉便示意他们现在可以进去了 这把剑可以撕开现实世界与欲望世界的通道 但欲望世界那边的东西无法从这条裂缝中出来 王命也知道现在不能浪费时间 于是他就率先迈开脚步 朝着裂缝走去 剑王命没入到裂缝当中 林书玉也连忙快步跟上 在二人进去后 诡异的裂缝这才开始闭合 而季小婉在收回长剑后 这才呼出一口浊气 下一秒 诡异的血气就笼罩住他的身体 让他聆听神的低语 顿时他的脸色就严肃了起来 真着急啊 希望我能承受得起这把剑的代价吧 而队长布丰 也在这时走了进来 已然一脸平静的开口 我在这里等你们回来 原来撕开裂缝 让别人组队进入欲望世界之后 持剑者自身也会立马进入欲望世界 而这种进入方式 会让持剑者接下来遇到的欲望世界挑战 难度大幅度提升 男人为了成为神赐者在入欲望游戏 可没想到才开始没多久就出现了致命危机 就在刚刚 王命和林书玉主动进入到了欲望世界 王命没想到这次居然出现在了眼外 眼前还有一群人围坐在篝火旁 看来这些就是这场欲望游戏的挑战者了 就在这时 不远处的帐篷忽然被撩开 西装男一走出就直接开口 那什么 你们应该都是挑战者吧 众人文言顿时一正 然后立即访问 你是什么 男子却两手一摊无奈道 别误会 我也是挑战者 不过我跟我哥好像被安排成了发布任务的NPC 我叫罗明 按照任务要求 我要对大家说些话 各位辛苦了 这段时间多亏有你们 我跟我哥哥罗德才能平安度过 算算时间 最多五天就能到古城 到时候各位的护送任务就结束了 我们会给予你们丰厚的报酬 王命仔细聆听着罗明所说的话 但他却升起了一丝警惕 五天 护送 让挑战者护送挑战者吗 接着罗明就一脸谨慎道 不过今晚大家还是别睡了 光头旁虎立马反问 为什么 理由呢 而罗明则语气森然道 这个 他们今晚很有可能会来 各位要是睡着的话 可能会有危险 他们是那些想要杀死我和罗德的怪物 不过大家也不用太担心 神会保佑我们的 接着他就转身返回帐篷 我离开帐篷的时间有限制 也不能说太多 就先回去了 在罗明进入帐篷后 旁虎立马开口 看来咱们这次的任务 就是护送帐篷里的人 抵达什么古城 时间是五天 但按罗明的意思 他跟他哥哥罗德 都跟我们一样是挑战者 但身份却是我们这些保镖的部主 这场任务是要挑战者之间 相互帮忙吗 见众人沉默 旁虎便喝笑一声 都不说话 也没又哭又闹的 看来大家都不是第一次 来这鬼地方了吧 亡命见状心中已然有些名了 有意思 这次没有新人 那岂不是会相对轻松些 就在这时 篝火旁的影子 忽然开始诡异地扭动 接着影子就缠绕上 其中那名长发美女 顿时他就发出一阵惊叫 影子 影子会动 众人纹身立马脸色一遍 然后齐刷刷地朝他望去 而林书玉 则快步走到他身旁安慰道 别怕 影子随着光线晃动 属于正常现象 但美女却一脸惶恐怖 她刚刚想掐我脖子 我说真的 我的影子想杀我 此话一出 众人脸色皆是一遍 影子杀人吗 就在这时 一道影子已然缠上了林书玉 并死死地掐住她的脖子 不仅是她 凡是靠近篝火的人无一例外 全都陷入到痛苦当中 而王命则暗暗吐槽 林书玉这货还真是幸运 什么事都先人一步长个先 接着她就猛然抬腿 直接将林书玉踹里篝火 不过林书玉很快就发现 刚刚缠绕自己的鬼影已经不见了 见王命的判断这么快很准 林书玉连忙出声大喊 提醒大家远离篝火 众人闻声立马就挣脱束缚 快步逃离 这个法子确实有用 大家身上的鬼影全都不见了 庞虎立即就拍了拍王命的肩膀 然后夸赞道 兄弟你反应挺快啊 我叫庞虎 第四次进入欲望世界 而王命和林书玉也没隐瞒 各自爆出了自己参与的次数 在得知林书玉参加了五次后 众人都立即就认定他是高手 于是庞虎就询问他有什么看法 但林书玉却故作深沉地表示 要先听听大家的意见 庞虎也没多想便直接开口 根据我的经验 危险往往是随着任务的推进而发生的 像咱们这次这么快就出现致命危机的 很少见 旁边的长毛也点头表示认同 要不是老王反应快 估计会有不少人被掐死 光产生影子 影子产生危险 如果是这样 等到白天我们岂不是必死无疑 庞虎则出声提醒 白天影子应该没有危险 还记得刚刚那个西装男说的他们吗 难道我们的影子就是他口中的他们吗